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面我们要谈到的几乎都是关于康德的想法 因为这是一门同事课程 所以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康德 这个是一个康德常见到的一个肖像画 康德其实有各种肖像画 这个画特别的凸显 他的头 他是一个很矮小的人 你不要以为德国人都很高 他才只有150几公分 很矮小的人 可是是一个身材上面的矮子 但是却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 思想上的巨人 那么这是另外一张康德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是18世纪 18世纪的人常常都会戴假发 现在的法官的假发其实就来自于18世纪之后 你可以看到都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头发的样式 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像是女生的一种发型 这是康德的几个肖像画 这个是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更夸张 对不对 他把康德画的一样还是一个大的头 然后这个头里面 康德整个在知识方面讨论就是人的认知的结构 就是说我们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 当他产生思想变成一个概念的时候 那么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么他心经有感性的形式 所以在那个头的那个尖端 你可以看到com跟zeit 就是时间跟空间 就是两个这个感性 鲜艳感性的范畴 进到这里面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下面的这个地方 有12个框框 这就是知性的十二范畴 那么这知性的十二范畴 分别的这个由左到右 这个就是分别的这个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量值关系 量值关系 因为那个第一批判是先量后值 提升批判是先值后量 量值关系跟模态 这三个 这四种 那每一种有三个范畴 有三个范畴 那现在呢 他这样这个康德在看一个打撞球 对不对 那不是一个女生在打撞球 那是男生 对不对 那个潜盟运动时代 就是18世纪的人 对不对 男生头发长嘛 对不对 看个假发 然后穿着那个服装是这个样子 对 是个男的 那现在康德在看他 但是看起来应该是在看撞球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从他的那个 因为你的那个范畴 当你在看一个事物的时候 你的范畴就会显现出来 而且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吸收你所看到的的感性的现象 就称之为叫杂多 这个杂多进来之后才被分门别类 所以他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什么 这个量的部分就是单一性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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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多性 就是多 以及统一性 那现在量起来的是单一性 所以看到的是一个球 不是很多个 这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这个值是肯定性 就是是球 而不是不是球 是肯定的 而不是否定的 那么他就这样子得出来 所以这个范畴量 这个范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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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在每一个范畴 每一个质量关系模态里面 都会有一个范畴 那他透过这个把它变成 转变成 就是你所感官所接触到的东西 转变成知识 所以他在那里面他就讲说 I think 什么什么 我想 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什么 你完全不是完全被动的让这个东西进来 当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方面你被动的让事物经由你感官进来 那么另一方面你的十二个范畴 它起了作用 在对这个事物加在那上面 那个部分康德称之为叫思想 让事物进来就是感官的受受 就是接受外在的事物进来 那么透过这两者才会形成知识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听我上课 对不对 但是你的脑子根本没在思想 你瞪着我 嘴巴张得大大的 流着口水 可是没有在思考 你不会听到我真的在说些什么 当你要理解我在说些什么的时候 你的思想就在起作用 你的思想就在起作用 所以不是你讲话的时候 你思想起作用 对不对 你在听话的时候 如果你有听 不是左而进右而出 你是在理解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 那么你事实上也在思想着 你也在思想着 康德要问的就是说 OK 你在思想着 这里面脑子的整个结构 是怎么在进展 对不对 那他事实上就由感性 知性 理性 这个一层一层的去分析 在这里面他是怎么去作用的 是怎么去作用 这是一个漫画 在写这个 就是把康德的那个范畴 用他的脑袋给画出来 给画出来 OK 那么这个是康德年轻的时候 这张肖像画是1775年所画的这个康德 康德是1724年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这个时候的康德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50岁左右 50岁左右 他后来一直活到80岁 等到他老的时候 就变成有点驼背 温孤了 然后这个什么 每天固定的 他1804年过世 这是1799年的 人家对康德所做的一个剪影的话 因为他那时候每天固定上部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这是康德云火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我说康德是戴假发的 这个模子是在柏林现在的市政厅里面 那这个是康德过世的时候 用他那个仪容 直接模子住在他脸上 做成了一个石膏像 石膏像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头发很少了 对 很可能其实他本来就可能搞不好已经秃头或什么 但是那时候的男人都戴假发 所以你其实并不知道他涂不涂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老的时候的一个康德 你可以看到那个 我是在2006年那时候世界杯的足球赛 刚好在德国举行 刚好在德国举行 我买了一件那个 Virgin Fussball 德国的那个T恤 穿 那这个是康德的一个墓碑 就是他过世 你可以看到在墓碑上刻着他的出生 1724 然后过世是1804 1804 但这个墓碑是摆在哪里 是摆在Königsberg 就是康德 康德一辈子几乎都在这个地方 他几乎一辈子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这个城市 你说完全没离开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实际上他有一阵子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大学毕业 可是还没有找到教职的时候 他当那个家教 那个家教其实是在 这个Königsberg的郊区 就是好像说 假设你把Königsberg想成台北市 他家教要跑到新北市去 所以你说某某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台北市 这个有点太夸张 所以他起码还跑到新北市 算是离开过 但有的书 你如果看康德的传记有的书 康德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个城市 我说这看你怎么去定义叫做这个城市 OK 但这个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 康德在Königsberg 这个城市一方面 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如果你去查Königsberg的历史 他在1724年建立的 康德在1724年出生 然后康德在这边念小学 念中学 念大学 然后以后在这边工作 在这个大学的教书 当老师 然后一直到他过世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Königsberg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相对于康德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城市现在不在德国 不在德国 在哪里呢 在俄罗斯的境内 现在是在俄罗斯的境内 那当然这跟怎样 就是康德是18世纪 现在是20世纪 整个欧洲其实一直都在变动中 从18世纪以后 19世纪 20世纪 欧洲会有多少战争 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里面战争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当然是德国 可是很奇怪 因为如果去看 德国常常都是战败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也是战败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战败国 所以德国本来是一个 事实上是一个势力非常庞大 富士是很大的那个 他的那个右边 延伸到波罗的海 就是整个现在很多俄罗斯境内的土地 其实都是他的 但他一直败啊 那一直败就是什么 一直割 而且那个割土地的方式 有时候割得很奇怪 就是波兰 中间俄罗斯跟德国之间 隔一个波兰 那这个波兰从来没有 就从来也不是什么战胜国 对 战胜国是俄罗斯 那俄罗斯跟打赢德国 他跟德国的那个签约是这样的 就是德国你割一块地给波兰 然后波兰割一块地给我 是这样子割的 这是很奇怪 对 所以我以前在那个什么 那个慕尼黑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太太 他说他其实原来他就是克尼斯贝尔的人 然后那时候被强迫移民 所有的德国人通通给我离开 就是通通给我走 那他们就只好迁居到某个地方 他说他就这样迁迁迁迁迁迁迁到这个慕尼黑 迁到慕尼黑 还好现在不需要再迁了 因为现在欧洲已经没有战争了 可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 整个欧洲其实是非常纷乱的那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要找康德的故乡 找康德的墓碑 甚至你要找这块墓碑 你并不是到德国找 你其实要到俄罗斯去 而且这个克尼斯贝尔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 波罗的海的出海的港口 出海的港口 这个是关于康德的故乡 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墓碑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康德那个时代建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后来建的 为什么 这个墓碑的上面写的字是德文 可是下面是俄文 所以很有可能是俄国人 已经重新的立了这个墓碑了 重新立了墓碑了 在这个墓碑上面刻着康德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是在他的这个第二批判的最后面 有一个拔或者是后语 就是前面是序言前沿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在什么 就是写完一本书之后 写一些前沿后什么 就是写一些后面的话 那么他在那里面写了这句有名的话 这句有名的话 那么这句有名的话 会跟等一下我们要谈的东西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这句话是这样的 ZWEI DINGER ERFÜREN VAS BEMÜT MIT IMMER NEUJER WENTU NEMMENDER BEWUNDER 这个 BEWUNDER 我用了出题字 UNERFUISCHT 这个BEWUNDER 就是英文的WANDER 这是惊讶 亚裔 ERFUISCHT 就是ER是尊敬 FUISCHT 是害怕 又尊敬又害怕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敬畏 他说有两个东西 有两个东西 只要我们这个更经常更持续的 对他进行反思的话 那个只要我们怎么什么 其实我刚刚还没有念出来 有两种东西就会怎么样呢 有更新而且更多的惊讶与敬畏 充满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是他所要说的 那后面那个 越经常持续对他进行反思 就是一个第三章这里 EFTER WUNDER UNHATTENDER SICHTAS NACKTINGEN DAMIT BESHIFTED OK 那然后冒号说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是 DAS DAS 在我上面东西当然也是在我外面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在我之上的星辰运行的那个天空 以及在我里面的是道德的律者 那为什么这句话重要呢 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要理解 这个康德美学有一个关系 就是康德这个人 对于他来讲人生当中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你可以说就是 他在这里面讲到道德的律者的这个律者 跟这词 这是等于英文的law law 看起来是法律 不过这里跟法律好像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里面有两种law 一个是天上的那个天空 它有什么叫做律 叫自然律 这个自然律使得整个星辰 按照着这个自然律运行 然后他永远这样子的在运行 按照着自然的律者 人没有办法去违抗这个自然的律者 人只能什么 了解这个律者是什么 然后看看我能够怎么样使用这个律者 那有一天你说我不相信自然的律者 所以你就从博雅教学馆的这个三楼 就跳下去 你说我不相信有地心眼力 对不对 OK 你就是什么 就跌下去 然后就可能不会死了 大概断了一只脚 自然律者是没办法违抗的 自然律者是个事实 那么所以我们对于自然律者 看看我们能够怎么样的运用它 或者诸如此类的 这个自然就是自然科学在做的事情 那么康德的这个第一批判 其实谈的知识的问题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然律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这个主要的物理学是 鸟顿的物理学 鸟顿的物理学 就是得出了比如说鸟顿三大运动定律 对不对 那么康德要问的就是这三大运动定律 他的背后的基础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律者 那么人是怎么去认识这个律者的 所以他跟知识是有关的 而这个知识所面对的是什么 这是自然律 那自然律有一个让人 他这里用的惊讶跟敬畏之处 就是日复一日 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什么 大自然让人赞叹的地方 大自然让人赞叹的地方 那么所以他说有这两个东西 他说你只要好好的去想 你就会觉得还蛮赞叹的 还蛮惊讶的 甚至会产生敬畏之情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永远都是这样 我刚刚说数十年如一日 其实是讲的太那个 不只是数十年 数千年 数万年 数千万年 就是他自然律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这样是某种真理一般 对不对 真理就是什么 永远不会改变 那自然的律者就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海会枯石会烂 可是自然律者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这是一个让人惊讶 以敬畏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是 就是在我之内的律者 刚刚那个自然律者是在我们之外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自然才让人赞叹 人并不伟大 人并不伟大 但是现在康德在第二批判里面 现在我们要进到第二批判 在第二批判里面 他让我们看到 人好像也有某种律者在 那么这种律者他称之为叫道德律 这个道德律就是他可以违反自然 违反自然 因为我被天地所生 所以我有一些什么 一些属于自然的本性 这个自然的本性从一个小孩 小婴儿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肚子饿了就哭 对不对 然后就想吃东西 然后长大了就会怎么样 按照他的自然本性 这个都是会有的 可是人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开始问阴然 问应该要怎么样 这个阴然会让他什么 摆脱掉那个自然的律者 这个摆脱自然的律者并不是说 所以你比如说你肚子不会饿 而是你会不死皆来死 这是孟子讲的话 对不对 不死皆来死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要吃这个东西 我现在肚子很饿 因为这个当代美学 有时候中午才开始伤害我都没吃东西 我其实肚子很饿 对不对 所以我很想吃我隔壁的那个同学 因为他正在吃鸡腿 或者他正在吃泡面 我想要把他拿过来吃 对 这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你肚子饿了 你会想要吃这个东西 食物就在这么近 你为什么不吃 对不对 你的不吃是因为说 我不应该吃别人的东西 有一个阴然在 对 有一个阴然在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是他买的 又不是我买的 你已经有一个所有权的观念 小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所有权的观念 所以一个小孩子进到这个教室 然后会拿你的东西 对不对 到底拿 他并不知道那是你的 但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道德出现了 那么道德出现会让人什么 多于 如果用还是用孟子的话来说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兽 禽兽完全按照他自然的本性 人不会只是按照他自然的本性 人会超出自然 超出自然 这个超出自然使得他 比如说使得你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上课 可是现在如果有一只狗跑进来 我说你乖乖的坐在一个教室 你不要到处走 对没有用 他还是到处走 他还是到处走 那么你即便你坐不住 可是你会说我应该要坐得住 我应该要听课 我应该要怎么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会什么 就会按捺住你的自然的本性 就像我们说不时皆来始 是按捺住他的那个饥饿 甚至我们看到什么 那个什么先贤 那个什么烈士们 这个抛头如撒热血 怕死这是本性 这是自然的 对不对 可是当我觉得我要为这个而牺牲 我不在乎死 就是或者说尊严比死亡更重要 所以你杀了我 我也还是要坚持我的某种的理念的时候 在这里你看到什么 一个所谓的人挺拔到自然之上来 那康德在第二批判里面 他重新的去宣誓了这个自由的重要 他说自由让人不只是自然 因为其他的动物他们就是还是自然 按照他的自然的本性 人会有比自然更多的东西 那么这个比自然更多的东西 所以在他看来就是最为一种所谓的道德的律者 所要求的那个部分 在他看来这个是比自然更高尚的 更高尚的 因为康德的这种想法有说 可能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点不合时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觉得人类都是破坏地球 破坏自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比自然更多的人 是这个很不好的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 好 人发现他破坏自然 那下一步他怎么做呢 就是叫大家不要破坏自然 他会什么 抑制自己不去破坏这个自然 而人类就是什么 就是划定一个比如说国家公园 划定一个叫做自然保护区 叫人 人叫人自己本身不要去影响到这个自然保护区 而这一点正是康德这里面所谓的 DAS MORALISCH 跟着词 就是人是一个什么 可以自己踩煞车的东西 人的存在是这样的 自然的东西不会 你比如说癌症得了癌细胞 癌细胞是怎么样 一直扩张 对不对 如果癌细胞不会一直扩张 不会把你身体其他健康的细胞给吃掉 癌细胞其实我听那个医生说的 他说癌细胞其实是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细胞 对 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细胞 所以他怎么样 就是特别坚强比起其他的细胞 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 那实际上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 但是问题就不是这样 他会什么 慢无止境的不断的扩张 然后把你身体其他的细胞一直吃掉 所以到最后这个人就倒下去 就这个人就倒下去 如果人类在地球上就像癌细胞一样 就是说我如果扩张 我就慢无止境的一直扩张 人类就是地球之矮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人不是这样的 人当他开始觉得我在污染这个星球的时候 他会说我不应该这样污染 所以我必须什么 抑制我自己 抑制我自己 道德其实就像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里面他会去问因染 然后他会去做一些弥补 做一些补救 甚至比如说种更多的树 让这个生态能够继续地去进展或者什么 而就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才看出人高于自然 所以我说解灵环虚细灵人 这个破坏环境的是人 可是去减少这个破坏 甚至从破坏 拿掉这个破坏 而且变成这个促进这整个环境生态的循环 事实上也要维系在人的身上 也要维系在人身上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才会看出人是伟大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只要看说人在破坏环境 那人当然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地方 那么现在康德就是做这样的一个 他说你只要更经常更持续地反思 因为道德的这个律者 为什么他是一种律者 就是为什么他也被称之为叫一种law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两种law 对不对 一种是law of nature 是自然的律者 可是另外这种道德的律者 他当然不是自然的律者 自然不会有道德的 对不对 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 大家就会指责他说不应该杀人 说虽然你是台大毕业 你怎么可以杀女朋友 或者猪之类的 一个人不应该杀人的 对不对 可是如果现在一只老虎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 一只老虎杀了一只鹿 对不对 捕杀了一只鹿 我们不会去指责说老虎啊 你真是太没道德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杀鹿 你以后要改吃素 或者怎么样 你不会对他做这样的要求 不会对他做这个要求 这是nature 这是nature 可是人不是只有nature 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康德思考的问题 在某个方面 你可以看到也是中国的 比如说孟子他只会思考问题 所以孟子就在问的就是 就是人之易于禽瘦的止息 那么那个止息的部分正是让他挺立 从自然上面挺立出来 从禽瘦上面挺立出来 这个是中国的一种人文主义 那么你有就可以在康德的第二批判 看到他的作为一种对人的理解 就是人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值得知 celebrated 因為如果只是第一個 那個在我之上的星空 他令人敬畏 令人驚訝 可是我畢竟不是他 我本人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人驚訝 或者讓人覺得尊敬 覺得可怕 覺得是一個可以敬畏的對手 我作為一個天地之間的人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呢 這也是康德所要問的一個問題 那麼在第二批判裡面 他談到的就是這個Moralische Gesetz 那麼這個Moralische Gesetz 康德在這裡面說 它也是一種law Moral law 道德律 那麼這種律就是都用這個Gesetz這個字 都用英文的law這個字 可是意義非常不同對不對 自然的律者是自然的律者 道德的律者是道德律者 他們唯一相同的地方在哪裡 這是律者 律者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 他構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 所以我們才能夠 因為自然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我們才能夠看到什麼 自然的一個亘古不變 對不對 那麼一個願意遵守道德律者的人 他因此他在一個形式上面 也會有一種固定的方 固定的模式 這個固定的模式當然要隨情況而異 可是呢 他的背後的一個原則 就好像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對不對 你現在什麼 丟一個石頭 你是這樣丟 然後或者你是往上丟又掉下來對不對 這個每一個情況都是不一樣的 可是背後的那個law是一樣的 康德相信真正的道德的律者 就是你按照他來做 每一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可是那個背後的原則 他有一個共同性在 那麼這個因此他也是一種law 因此他也是一種law 那麼康德這裡沒有講的是什麼 是外在的法律 為什麼 外在的法律當然也是某種固定的東西對不對 可是這種固定的東西是 外在的法律過來要求我這樣做 我心裡未必是這樣做 但是道德的律者呢 是我自己要求我自己這樣做 康德覺得在這一點上面 才是一個人的可貴之處對不對 如果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法律會把你抓去關起來 所以你不敢做對不對 這種方式康德稱之為叫他律 他律不只是用來對人 對動物也是對不對 一隻狗這個不乖你就打他對不對 然後乖了你就摸他給他吃東西 這個就是他律 法律也是這樣子的 他就用外在的方式來要求你 可是道德律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 不是別人來要求我 而是我自己要求自己 所以康德稱之為叫做自律 這個自律就是我對我自己的要求 我要求我要上這個課 然後我要求我要復習 我要求我要怎麼做 而且我就照著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這個正是能夠讓人產生驚訝跟敬畏之處 驚訝跟敬畏之處 所以一樣的人類在地球上對不對 破壞環境然後他說不應該再破壞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限制我們自己 這個才是 如果是外星人跑來 或者上帝跑來說 人類不可以這樣做 你在這樣做的話我就處罰你對不對 然後人類說以後我會被處罰 不管被上帝處罰還是外星人處罰 我就不再這樣做了 這是他律 這個人類沒有很偉大 他就沒有很偉大 但是如果是他自己要求自己 這個真是偉大之處 所以康德的這個整個道德哲學 自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那麼這個要求是永遠都是在的 就像你開一部車子 車子一定有什麼 有油門有煞車 人會自己給自己才煞車的 人會自己給自己才煞車 正因為這樣所以人不會變成什麼 地球的癌症 對 地球的癌細胞 因為癌細胞它不會踩煞車 它是只要能擴張就擴張 所以需要什麼 什麼化療來擋它 來阻止它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一定是一個壞的東西 是一個壞的東西 就是一個沒有自己的機制裡面 沒有煞車的的 那樣的一個無限擴張的 其實你如果看好萊塢電影 壞人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貪得無業 然後不斷的擴張越多越好對不對 恨不得成為比如說有一個星球 那個星球就是壞人 那是什麼 佔領這個星球 再佔領下一個星球 對不對 然後不斷的剝削 不斷的什麼 那個聽起來就是壞人 聽起來就是癌細胞 所以好人跟壞人有些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事實上是有節制的 對不對 它會給自己一個限制或者是要求 這個正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正是所謂的 因為他們作為一種律者 這個律者的差 這個特性就是它具有一種普遍性在 這個普遍性在 所以一個有道的人 他的形式有節 他按照著某種的規律在進展 中國的這個哲學裡面會講說 天行見君子自強不息 天行見其實就是什麼 自然律者對不對 自然的律者就是有天行見 就是見動不已 永遠都是這樣 那君子看了這個天空 所以他覺得我也應該要像他這樣 所以他要自強不息 那麼正在這一點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兩種都是律者 因為這兩種都是什麼 不息的東西 就是永恆的不變的東西 這是他的一個特別的所在 那這個就刻在康德的墓碑上 那時候康德只是寫到第二批判 所以那時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什麼 只有兩種律者 只有兩種具有普遍性的東西 一種是外在的 那我們對他只能去認識 所以他跟我們的知識有關 跟我們知識有關 那麼第一種其實屬於我們自己的 是我們如何的這個節制我自己 如何去決定我自己的行動的那個部分 這個是他在寫到第二批判的時候 就是知識跟道德的這兩個領域裡面 他所要談到的就是這兩個部分 可是他在過了不久 他發現到普遍的東西 事實上不是只有這兩種 那麼第三種普遍的東西 也許他不能夠稱為律者 可是他一樣的 具有一種像律者一樣的普遍性 而且也是在我們的身上 那麼在他看來 那就是跟審美有關 這個是後來他寫第三批判的原因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就是康德的三大批判 就是這裡面包含的人三種能力 而這三種能力的背後 就是你發現到會吸引康德的東西的 都是那種亘古不變的那種東西 那知識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亘古不變的外在 就是這個世界 其實這個世界一切都在變動 對不對 可是我在這個變動的世界發現 後面有一個不變的律者在 正是那個東西在吸引著康德 所以他認為我們有必要討論知識 因為知識會讓我們什麼 看到這個世界 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背後的那個不變的東西 那麼相對的 人跟動物的不同也在這裡 動物其實他也在看著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可是他沒有辦法從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面去 去擷取到 去掌握到那個所謂的不變的律者 這個是人的知識 優越之處 所以人就有了這個科學 那麼道德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人跟動物的一個不同就在於 人不只是自然而已 人還超出自然 同時他給自己的行為 他給他自己的實踐 給予了一種規範 而且這種規範也成為某種的律者 這是第二個他所談到的東西 這是這個人的特別的地方 所以他其實有興趣的是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對康律來講 哲學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永恆不變的東西 那永恆不變的東西 我們一方面在知識上面 我們看到的外在的世界裡面 我們看到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在人對自身的要求上面 我們也看到有這個永恆不變的東西在 而且正是這個永恆不變的東西 才成就一個人的不朽性 在他對自己的形式的要求上 這是第二個他所看到的 但是第三個他所看到的是什麼 是他發現到在神美那邊 美那邊其實也具有一種普遍性 而這種普遍性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 那麼正是在這點上面 康德跟雲或者很多其他的當時的美學家 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人會有一句這樣的話 就是我寫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拉丁文 這個拉丁文在我們書裡面 那個28頁的時候他也引用到的那個拉丁文 這句拉丁文就是這個 這個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 那麼它是關於品味 這個關於品味就是這個gustibus 關於品味 這是一個否定詞 然後這個disputandum就是dispute 是沒有爭論的 意思是什麼 談到品味沒有什麼好爭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的品味都不一樣 如果每個人的品味都不一樣 我跟你講康德就不會有興趣了 因為你有你的品味他有他的品味對不對 你愛吃酸的他愛吃甜的 那你們兩個在那邊爭說 到底酸的好吃跟還是甜的好吃 這種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個羅馬人會這樣講 關於品味沒有爭論對不對 他說有些人喜歡某一種顏色 比如說喜歡黃色 另外一個人他喜歡紅色 然後兩個人就在那邊爭說 到底黃色好看還是紅色好看 這個真的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在這句話的背後 因此隱含了其實是什麼 是一種相對的 一切都是相對的 沒有什麼普遍的東西 那事實上我們一般也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人各有所好 對 每個人有他喜歡的東西 那麼這個各有所好 因為我們剛剛我們在前面的那個講義裡面 談到這個判斷批判四個美的定義對不對 在那第一個定義裡面談到它是一種 pleasure 或者是一種 satisfaction 那麼這個 pleasure 跟 satisfaction 顯然跟這個人的嗜好 人的興趣是有關係的 那麼譬如說之前的 Hume 他就認為 那人的這個有關品味的東西 其實就跟這個嗜好興趣 這個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變成什麼 好像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 他的嗜好或者興趣 那這樣的話就不可能什麼 看起來就不可能 所以有一個什麼普遍的美 那康德的工作是要指出的就是 人各有所好 康德並不是說沒有這件事 他說是對的 可是美這件事情卻是有普遍性的 他要把這裡面找出一條分界來 然後指出這兩者的一個不同 這個是他在所謂的第四節 判斷的無失去裡面他要做的事 而這條分界就是無失去 好 那麼今天已經是這門課的第二次上課了 我預計說同學們都已經有這本書了 那麼我們在這本書裡面 就是這個第四節開始談到這個 康德與判斷的無失去 他其實首先講到的就是這種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沒有這個普遍的東西 一切都是個別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把這個情況稱之為叫做喜歡 他說喜歡那種東西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 然後他就講到有一首歌 這首歌是I like coffee I like tea 就是有人喜歡咖啡 有人喜歡Coffee or tea or me Coffee or tea or me 這其實就是人各有所好 你喜歡什麼 你喜歡什麼 但是這首歌那個歌名又很奇怪 叫Java Jive 甚至很多人就說歌詞也很難懂 就是即便你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 你去讀那個歌詞 你也會覺得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那麼甚至連歌名Java Jive 都難以理解 我看到網路上有很多人在討論究竟 究竟什麼是Java Jive 我們先不管他 就是他的 這首歌的另外一個名稱 就是I love coffee I love tea 有的把它唱成I like coffee I like tea 總之他要講的就是這個 人各有所好這件事 他說大家都會講說我喜歡什麼 你喜歡什麼 所以如果是喜歡的話 那麼事實上就沒有什麼好說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好 那麼在這個曲子裡面要講的 就是這件 人各有所好這件事情 那麼關於人的各有所好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在講到康德的 這個道德哲學裡面講到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跟Nature有關的東西 我意思說你的舌頭就是這樣 所以你喜歡吃酸的 或者你喜歡吃甜的 或者你喜歡吃鹹的 那是天生的 那是Nature的一部分 那是Nature的一部分 那對於康德來講 有關於審美這件事情 不會只是Nature的一部分 因為只是Nature的一部分的話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天生就是愛吃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是品味無爭論 是人各有所好 這個就是我在講說 I like 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事實 就像大自然是一個事實一樣 可是康德要在這裡面 審美他要講的就是 它不只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就看到 他做了一個這樣的區別 我們書裡面用的 因為康德常常用很麻煩的術語 所以我們書裡面用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字眼 他說liking 就是喜歡這件事情 跟所謂的judgment of the beautiful 其實就是審美啦 喜歡跟審美 這兩個 這兩者是不同的 而我們在前面看到的是 康德認為這兩者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所以 這個 在兩者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情況下 康德會說這個當然是相對的 那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人就是覺得 有關於這個什麼東西是美的 這個每個人也都是不一樣的 康德哲學的一個特點 或者說他把一個有關於美的討論 帶到了一個變成很深的東西就在這裡 因為他要指出的是 這個judgment of the beautiful 事實上是有一個普遍性在的 一個屬於人類的共同的普遍性 那麼它跟liking這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種純粹是於自然的東西的 是簡單的 自然的天生的 因而是膚淺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去找到那個普遍的東西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到的一個自然的律者 那你就得剝開所有這些外表的東西 而去質疑探取那個深 比較深的裡面的那個共同的地方 那麼他的這個第三批判就是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要去看到那個對於我們在審美的時候 我們所用的那些東西 有什麼東西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東西 但是康德不否認一點 就是實際上你在看一些美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有一些私心在 你的私心在 你的個人的特點或者你的某種的好物在 但是如果你能夠什麼 拿掉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更客觀的去做這個美的判斷 這個是康德的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也就是說 在這裡面你當然就必須區別什麼 區別這裡面屬於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的 那個人的所共同的審美的部分 跟一個屬於我個人我的偏好我的什麼的 要想辦法要把這個東西區別開來 而對於康德來講這個區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這就好像你在 比如說假設你在看電視對不對? 電視有很多名嘴對不對? 他們在做各種的評論 那些評論裡面有一些是屬於他們的私心 他們的私欲 或者他們要鞏固他自己的立場的部分 但是裡面當然也有那種有道理的 屬於理性的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名嘴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放在一起 對不對?都放在一起 那一個受過這個倫理學訓練的人 他應該可以什麼? 看到這裡面有理性的那個部分 以及看到他想要什麼?鞏固他自己的立場 或者是維護他自己的利益或者什麼的部分 這兩者常常說是會混在一起的 那康德認為我們在做審美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常常會把什麼? 所謂的liking跟judgment of the beautiful 是混淆在一起的 那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事實上就是要設法把這兩者分開 他並不否認在現實上 在你在看什麼東西的時候 這兩者是會混在一起的 所以就會什麼? 就是說你認為這個美他認為這個不美 這個東西是會在的 但是一個受過好的品味的訓練的人 在他看來 事實上是可以把這個區別開來的 這個正是康德所要做的一件事 那Hume就比較簡單 Hume說這兩者沒有辦法區別 所以事實上你覺得他美就是你喜歡他 這兩者是同一樣一件事 康德說你喜歡他跟你客觀上 你秉持著你的良心說這個真的是美的 他說這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道德也是這樣 你明明知道說這樣做是違反道德的 對 你的良心在告訴你某種普遍的東西 可是你還是很想這樣做 甚至你真的也做了 對不對 但是這兩者事實上是可以分開的 而這個正是康德 他在這個第三批判裡面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 那麼你同意說這兩者真的有區別 或者你不同意 大概決定了你會走的是康德的路 或者是你會走Hume的路了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看看就是康德 就是他首先 就是我們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康德就是 康德認為那種屬於個體的部分 那種東西是比較簡單的 相對的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說當一個object的客觀性質 一個客體它的客觀性質 跟subject的心理特質對上了 那就出現喜歡 所以喜歡很簡單 而且喜歡是受因果原則所支配的 這個因果原則也就是說 這個人他就是比如說他的舌頭就是喜歡吃甜的 對不對 那麼所以現在你給他一個甜的東西 他一嘗他就喜歡上了 對不對 就是當這樣的一個object 碰到這樣的一個subject 當哈利碰到沙利 對不對 當什麼碰到什麼他就喜歡上 這個完全受因果原則所支配 人在這裡面事實上是沒有自由的 所以這是一種什麼 自然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康德的這個自然跟自由 合以是一個相對的東西 我們剛剛提到在第一批判跟第二批判裡面的一個差別 對不對 在第一批判裡面講的的是一個自然的世界 我們在自然的世界裡面 我們是沒有自由可言的 你只能什麼 認識他 對不對 你的身體生病了 你不是說 你說我是自由的 所以我說我不想生病 然後我就不生病了 對不對 如果這樣你真的很自由 康德說我們在自然的世界是沒有自由可言的 對不對 所以你生病了就得什麼 就是了解人體的這些自然的規律 然後看看碰到這樣的一種病菌 最好不要是伊伯拉病毒 碰到這種病菌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去醫療它 然後讓它什麼 恢復健康 你只能什麼 了解那裡面的規律 然後設法去解決它 所以這裡面沒有自然可言 可是在道德的世界裡面 人因為超出了自然 這裡才有自由 所以康德的自由就會變成 跟我們一般所謂的自由剛好相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般所謂的自由是說 我想要幹嘛 我就可以幹嘛 這個就是自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要吃甜的我就去吃甜的 對不對 然後我就很開心 覺得我很自由 可是這種情況跟什麼動物也沒什麼兩樣 對不對 這個長頸鹿喜歡吃樹葉 這個剛剛我們提到那個非洲的獅子還是老虎 他喜歡吃肉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去吃肉 這個其實只是他的一個自然的本性而已 所以你喜歡吃甜的 所以你去吃甜的 你跟那個非洲的獅子 或者跟長頸鹿沒有什麼兩樣 你只是這個什麼 按照著你天生的東西在做這樣的一件事 但是呢 當你能夠什麼 超出你的自然 你說我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我就決定什麼 克服我的自然 然後來要求我自己 比如說旁邊的同學的食物 我說我不應該去搶他的食物來吃 我要求我自己不可以這樣做 看著說我才看到這是一個自由的人 因為他什麼 可以克制自己的這個自然的傾向 自然的欲望 然後凸顯出他對他自己的要求 這個自律在這裡面才展現出來 那麼所以他的自由其實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同學坐在這個教室裡面 我說如果現在有一隻小狗對不對 牠在教室裡面跑來跑去 我以前看到那樣子的情況 尤其我記得我在當兵的時候 當我在整個軍營裡面 那個站在那個當兵 然後那個基本教練 那個太陽很大 然後不能動 我就覺得非常不自由 然後我看到那個軍營裡有一隻野狗 在那邊跑來跑去 我就好希望我是那隻野狗 因為我覺得牠很自由 對 我說我如果是那隻野狗 我根本不會留在軍營裡 趕快跑出去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的是康德的想法剛好相反 當然你在軍營裡是不得已的 人才會什麼 譬如說勉強你自己坐在教室說 雖然我肚子很餓 我中午還沒吃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坐在這個教室裡面上課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因為我對自己這樣的要求 那麼在這裡面顯露的你才是自由的 相反的那個按照自然的本性 在這邊跑來跑去的 不管是一隻小狗 或者是一個小娃爾 一個小孩 在康德看來他們只是按照他自然的本性 那個是自然 所以他並不是自由的 他並不是自由的 這個是我們講到這兩者的這樣的一個差異 差異 那現在我們要講到的就是那個喜歡跟美的判斷 在康德看來 他事實上也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自然就是按照著整個自然的因果原則在進行的 所以在那裡面沒有什麼 那裡面當然是什麼 我們講說這個自由與必然性 對不對 或者是自由與決定論 你可以說自然的世界就是一個被決定的世界 在那裡面沒有自由可言 沒有自由可言 那麼喜歡其實是什麼 人作為自然物的一部分的東西 因而他在這裡面就是頭其所好的 這個有人就是什麼 那個孟子裡面說寡人有吉寡人好色對不對 你好色我就給你色對不對 你就很高興對不對 這個事實上只是他自然的一部分 那麼康德要說的一件事情是 美不是只是這樣的一個因果關係而已 人在美的欣賞裡面他會感受到自由 所以他不會只是什麼 一個被支配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麼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書裡面 這個五十九頁的這個地方看到他說 It is not a causal relation 他說這不是一種因果關係 Between objective facts about the object and the objective facts about the one who judges 那我在這句話裡面 我特別把這兩個部分給挖扶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裡面他提到 他不是一個因果關係 這個因果關係是介於 這個某一個客觀事實 跟另外的一個客觀事實 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那麼這兩種客觀事實 一個是屬於客體的部分 就是被看到的那個東西 一個是屬於主體的 就是這個about the one who judges 那個判斷的主體的部分 對 這個主體他有一些客觀事實 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天生的 你自然的那個一部分 你是這樣的一個事實 然後剛好客觀的這個東西 剛好頭起所號的正是 你這個人所會喜歡的 所以他也有某種什麼 也有某種客觀事實 那麼這是兩種客觀事實 之間的一個因果關係 就是這個事實 比如說這個人他就是什麼 喜歡某種顏色 是天生的 那現在或者小的時候 你看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就是天生喜歡 比如說喜歡巴比娃娃 或者喜歡Kitty貓 對不對 或者喜歡Snowbee 喜歡什麼 那有些小男生可能喜歡車車 喜歡什麼 那他喜歡這個 然後你給他這個 對不對 這兩者就什麼 就產生了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他就會很喜歡他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很高興 那你當爸爸就會覺得 好欣慰 對不對 這個孩子喜歡這個東西 這個是喜歡 這個是喜歡 這個喜歡裡面 事實上有一個 cultural relation 所以你如果了解這一點的話 對不對 小孩子你要讓他滿意是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是男朋友或女朋友 你要讓他滿意 你也知道該怎麼做 對不對 你要看看他的某些客觀事實是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 有沒有呼應於他的客觀事實 所以你拿給他 他就會覺得喜歡 可是這個怎麼會是跟美 是關聯在一起呢 我們理解到這個跟美 事實上是有一個界線在 就是有一些差別在的 對不對 你可以感受到這裡面事實上有一個差別在 所以他要說覺得美這件事情 或者我們所謂的審美這件事情 並不是只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很自然的這樣的一個東西而已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強調的 就是康德所要做的區別 OK 那麼所以我們在這個區別裡面 他從這裡面去引申出所謂的有失去跟無失去 你的喜歡跟主體有關 主體接觸外在的事物是靠著感官 對不對 我們跟外在的世界靠的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 你如果把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拿掉 你就變統中大腦了 因為你跟外在接觸其實就是靠著這五種感官 這五種感官 那這五種感官讓我們接觸到外在的各種不同的東西 這個不同的東西就是剛剛說的object 或者是客體也就是這個對象 那麼這個感官跟這個對象之間產生這個 產生著這樣的一種觀念 這個就是有失去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在講到他的第一個環節的時候 我們會問的就是說 到底怎麼樣的情況下是有失去 我們說慾望是跟有失去有關的 慾望跟這個人他的一些個別的他的特性有關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對象剛好能夠服役他的這些個別的東西 所以這裡面有一種失去在 但是康德要講的是說覺得美似乎並不是這樣 就是覺得美一方面你也用到了感官 可是不只是感官 然後他也牽涉到對象 可是並不只是對象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些明明在 而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事實上就是什麼 要去解這個名告訴你說覺得美這件事情 不單單是感官不單單是對象 那在這裡面還有一些什麼東西 就是他怎麼去把他這些東西變得很抽象 說明他的這個普遍在變成他的普遍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他就變成是無失去的 那麼這個就在我們的書裡面 這個58月到59月他在裡面一直都在講喜歡對不對 從剛剛那個I love coffee I like coffee you like tea 為什麼有人喜歡咖啡有人喜歡茶對不對 就是你到咖啡館去他問你要什麼 然後你就點什麼 那裡面都在表現著你的喜歡 那裡面都在表現著你的喜歡 而那個是個別的部分 那個是沒有爭論的部分 這個也是美學家們所不探討的部分 美學要去探討的是一個更深的東西 而這個更深的東西 這個所謂的覺得美的這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審美的判斷的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要講的是說 雖然他是在使用著感官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抽離在這個對象之外 這個是在書裡面六十頁所提到的 同樣的他雖然牽涉到對象 雖然絕對美的判斷是來自於對象 但是並不是對象對我的感官所產生的那個因果關係的結果 這個是康德所要強調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這裡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有失去跟無失去 這裡面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如何的去看出這個 因為相對的喜歡其實就很簡單 他其實是很簡單的對不對 可是覺得美這件事情看起來就不那麼的簡單了 好那麼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美的判斷具有無失去性 這個字眼 康德特別用了這個字 因為德文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英文的這個interest 德文一樣的是這個interesser這個字 它是一個disinterestedness的這樣的一個組合 所成為康德這個哲學裡面 尤其是康德美學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名詞 那麼在這個名詞裡面有些字眼就是無關緊要的 this 這是一個否定性的字熟 niss it 這些都是作為智慧的部分 重點當然就在這個interest 就是興趣這種東西 我們在之前講到說 興趣這個字眼它是有一個切身性 這個切身性就是作為一個個體所具有的 作為一個個體所具有的 所以它當然是什麼 當然就是某種你的個別性的部分 那康德在乎的並不是那個個別性的部分 他要說的就是我覺得美這件事情 我寫在第一點 我說我覺得美這件事情 它並不只是我個人的事 它是我個人的事 可是不只是我個人的事 但是我喜歡則是我個人的事 所以喜歡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對不對 就是一個人跟你說他比較喜歡喝咖啡 對不對 那你就尊重他吧 他就是喜歡喝咖啡 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好去說 你不應該喜歡咖啡對不對 喜歡咖啡這是不好的品味啊 或者怎麼樣 你去跟他講這個 我們覺得好像是講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或者說他喜歡某種顏色 這個顏色不好啊 這個顏色怎麼樣 這種爭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這個是個人的事情 但是康德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美並不只是我個人的事 換句話說 他是可以爭論的 他是否真的是美的 在康德看來 這個東西事實上並不是像喜歡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他美同時意味著你也應該會有同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美跟說我喜歡咖啡 這是不一樣的兩個字眼 是不一樣的兩個字眼 這是康德所要表述的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已經知道了說 我覺得他美跟我覺得他是綠色的 這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我們之前上個禮拜我記得我們講過這件事情 我說綠色這件事情是科學家可以來做的 就是看他在譬如說有一種側光的儀器 就是說這個他是在光圖上面他是顯露多少 可是美科學家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弄一個儀器說果然是美的 然後這個是不美的 沒有這種儀器是可以測量的 可是我覺得他美又彷彿又有某一種的客觀性在 因為我覺得他美又意味著你也應該會有同樣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這個有關於我覺得他美 第一個 他跟我喜歡那種完全個人的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又跟比如說我覺得他是綠色的 這樣的一個有客觀的根據的東西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他美這件事情事實上是被擺在這個中間的 我們剛剛在談到這個美的四個環節的時候 我們說他是無概念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綠色的 這個是一個概念 他是有概念的 可是你覺得他美 你說美也是個概念 康德會覺得這個概念是一個沒有辦法說的概念 他不是一個客觀的東西 但是卻可以要求別人應該要有同樣的感覺 但是很明顯的我喜歡這件事情就不是這樣 我喜歡他並不意味著你也應該同樣喜歡他 所以當你說我喜歡什麼的時候 我沒有別的用力就只到這麼多 就是我喜歡 我並沒有說你也要喜歡 對不對 我只是 我告訴你說我喜歡只是什麼 讓你知道我是喜歡這個的 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當我說我覺得他是美的時候 這個畫的意思並不是只是在停留在 那是我覺得他美而已 這裡面事實上還含有一種 也許你可以說 還有一種普遍性的要求在 這個是他跟喜歡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第三個我們說 我覺得美所產生的餘悅並不是出自我個人的特殊性 那這個你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原因所在 就是我覺得他美跟喜歡他 因為喜歡所產生的餘悅 這跟個人的特殊性是有關的 你喜歡咖啡你可以接受這種苦的東西 我假設另外一個人不喜歡咖啡 或者說他喝咖啡 好吧 非喝不可 那就加一大堆的糖 他才能夠下咽 對不對 這個事實上是跟個人的特殊性是有關的 但是覺得美所產生的餘悅 康德在這裡要說的就是 他跟個人的特殊性是沒有關的 相反的他是某種屬於個人的普遍性 而正是因為他是屬於人的普遍性 所以康德才覺得這是一個有學問的東西 是一個他會讓他產生驚訝與敬畏的東西 那也是他之所以要討論他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哲學家們通常對這種有普遍性的東西都會更有訊息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就是形式資料說 在那裡面他認為任何一個事物 都有形式的一個面向跟資料的一個面向 而很多的同學在理解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的時候 都會把他所謂的形式理解為是什麼 外形 可是亞里斯多德的形式完全不是外形的意思 完全不是外形的意思 形式其實是他的普遍性 而資料則是他的個別性或者是特殊性 所以你之所以為人 那是你的形式 可是你之所以為你 你這個特殊的你 那是你的資料 換句話說 你的血肉 你的骨骼 你的骨骼不會是他的骨骼 你的血肉不會是他的血肉 除非你捐血給他 就是這些血肉骨骼 這是你的資料 對不對 可是你是一個人 這是你的形式 那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形式接近於一個人的本質 就是人 就是一個人之所以他是人 那這個事實上是他的本質性的地方 是他的本質性的地方 那對他來講這個本質性的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他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 對不對 他把他理解為那就是一個理性 所以即便我的人的形象不見了 但是比如說我附身在 比如說一部機器裡面 比如說我附身在一個電腦裡面 然後我就想辦法在電腦上出現一個字幕說 救命啊 我被困在電腦裡 電腦裡面有一個人 而且你居然還可以跟他對話 對不對 所以他雖然那個人的形象不見了 但是因為他表現出一個像人的東西 所以你會覺得他是個人 對不對 他的那個作為一個人的那些部分還在 那亞里斯多德顯然很明顯在形式資料說裡面 他特別的就是什麼 特別的事實上是重視這個形式的面向 發現相反的資料被視為只是一個什麼 只是一個最低的基本的東西 那麼現在你如果在康德在區別這兩者 我們剛剛說的喜歡跟這個覺得美 或者我們所謂的審美這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審美就是這個普遍的部分 而那個所謂的喜歡 那個是一個像是那種質料的東西 就是個別性的東西 那中國的哲學裡面其實也會強調這個普遍的部分 當然我們說東三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 西三有聖人出 此心同此理同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是東三的聖人跟西三的聖人有什麼相關 一個在東三一個在西三 一輩子都見不到面 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心卻是相同的 因而他們的心所能夠把握到的那個理也是相同的 康德要指出的也是這個東西 就是美的判斷裡面有一個此心同此理同的地方 此心同此理同的地方 而那種所謂的喜歡他就沒有那個此心同此理同 大家都不一樣 也無所謂這個世界本來每個人就是不一樣的 可是每個人不一樣不是只是這樣而已 每個人還是有一個一樣的地方對不對 還是有一個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個所謂的一樣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在審美的這件事情上面 他要去掌握就是這個一樣的地方 這個盧貝松我看到那個網路上 就是有人看了盧貝松的路西 然後就說盧貝松是短髮控對不對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就開始把他以前的什麼聖女貞德 什麼就是所有人的騙子 每一個女主角都什麼都是短頭髮 他說盧貝松一定是個短髮控 我事實上是在那裡面我開始才知道什麼叫做控 原來控是這個意思 控就是什麼 就是喜歡對不對 就是那個屬於個別的部分 所以才會有什麼短髮控 馬尾控 什麼控 那個控就是什麼 你就尊重他嘛 他就是喜歡這一類的 這個意思 我其實不知道盧貝松是不是真的短髮控 對不對 我不曉得對不對 那個很個人的東西 大概他周遭比較近的人 他會知道他的liking是什麼 可是我們永遠都有一些什麼 有一個屬於個人的控 屬於個人的嗜好 屬於個人的什麼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但是那並不表示什麼 就是你喜歡短髮並不表示 所以短髮是美 那長髮就變成不美 真的這樣的話 那知道所有的女生都剪頭髮了對不對 可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你很理解的就是什麼 那是一種屬於個別的特殊的部分 這裡面一定還有一個什麼 屬於普遍的 一個短髮控不會告訴你說 只有短髮才是美的 他會說就是我是個短髮控 所以就是我喜歡短髮 只是我這樣而已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可以理解到的 那既然你可以理解到這一點 那對康格來講是 你為什麼不能夠理解到 所以有一個普遍的面向 跟一個屬於個別的特殊的面向呢 所以康格在這裡面他要講的就是說 覺得美的基礎 那個基礎的東西 是一種普遍的人性 而不是個人的特質 但是喜歡的原因就是個人的特質 這就沒有疑問對不對 所以當我們要去做審美的判斷的時候 我們第一步就是什麼 把他跟那些所謂的喜歡區別開了 然後我們要去掌握這個審美那個地方 一種屬於普遍的人性的部分 那個才是康德或者說康德的美學 所要去問的東西 那他認為如果說你在這裡面 你是可以接受這樣的一種區分 那你才能夠進一步什麼 去做這個美學的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這個才是掌握這個所謂普遍的部分 那康德的這種想法我們必須說到 就是跟他的那個時代是有關的 18世紀是啟蒙運動的時代 啟蒙運動的時代是一個什麼 從過去的貴族政治開始進入到民主政治 對不對 所以18世紀末發生了什麼 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 是人生而平等 一定有一個什麼 大家都是人共同的地方 而不是什麼 所以有的人就是什麼 品位天生高 有人品位天生低 有人天生下賤 有人天生高貴 人作為人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 對不對 人都是自由的 人都是平等的 那麼這個平等就顯示什麼 有一種屬於人的普遍的共同的東西在那裡面 這個是18世紀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18世紀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所以這個我們書裡面 Hervis在後面他在做評論的時候 他會說 其實你如果理解康德的哲學 你完全可以把他什麼 跟他整個時代性結合在一起 然後理解到這個 為什麼我們說康德是啟蒙的一個完成者 因為他代表的就是啟蒙的那種精神 那樣的一種思想 那麼他把它變成一種哲學來加以討論 但是18世紀還有一個人 Hum對不對 可是你說Hum他就不是這樣 那麼每個人都不同 所以這個Hervis的結論就是 所以康德代表的是18世紀的那個政治的一個觀點 而Hum他代表的是18世紀經濟的那個觀點 經濟的那個觀點是什麼觀點 就是資本主義、興起、市場的觀點 這個市場的觀點是什麼 每個人都有他的喜歡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商人什麼 就是要推出各種不同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的喜好是不一樣的 Hum的那個觀點 注意到的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Hervis在就是第四節之前 第三節他的評論這個Hum的時候 他說Hum所代表的是當時的那種 興起的那個資產階級 或者布爾喬亞階級 那個小布爾喬亞的那種觀點 就是重視人的各種不一樣的面向 可是康德代表的是啟蒙運動的那個 對於人性的一個共同的那樣的一個面向 這個是他們兩者的一個很大的不同 那我們現在所自身的這個世界 其實這兩個面向都有對不對 我們在政治上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民主的 平等的那樣的一個政治 可是在經濟上 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什麼 要造成差距對不對 造成什麼 就造成了各種不同的階級 而且這個階級常常是什麼 有錢人沒錢人對不對 這個資產階級 這個小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 這樣的一種差距所形成的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看到 就是康德他跟這個時代的關聯在這個地方 那麼當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種普遍的人性的時候 他說當我做這個審美判斷時 我反而要抽離我的個人的特質 就是當你在做審美的時候 你不是一直在問的說 這是我喜歡的 我的那個 相反的你恰好要抽離出你的個人的特質出來 因為你要什麼 你要進入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面向那裡面去 然後不存任何主觀的好惡 透過這樣的一種觀點 你才可以什麼進行審美 不然你的慾望你的什麼就會在那裡 那你事實上是什麼 帶著一個屬於你個人的方式在看待的 那麼那個部分就會比較接近什麼 接近那種屬於人的慾望什麼色情或者什麼 那個部分 可是真正做審美判斷的時候 在康德看來 這個部分其實要去把它抽離掉的 所以disinterestedness 這樣的一個字眼 你理解到他並不是不感興趣 不感興趣還省什麼 對不對 都沒有興趣的 我根本就不看都不看 他不是不感興趣 而是不建立在一種個人的特殊嗜好上的意思 這是為什麼我們在中文上把它譯為失去 因為你把它譯成說無興趣 無興趣那你還省什麼美 你根本就一點興趣都沒有了 所以就是中文上我們把它翻成無思去 那麼這個無思去 正是要去跟那種屬於個人的 建立在那種主體課題因果關係上面的 那樣的一種喜歡做一個對比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就可以把這個雄跟康德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那Jume當然是前面的章節裡面所談到的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了一個 我說啟蒙運動時代 一方面你可以從政治的眼光角度去看那個18世紀 那個啟蒙運動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博愛 而且它事實上造成了後面整個民主政治的一個發展 所以它事實上是比較是政治面的一面 可是我們說看18世紀還要看到另外一個什麼 就是工業革命 然後造成經濟的發展 大量生產 那麼資本主義這個出現 所以過去的政權被推翻了 那是屬於貴族的政治 這個18世紀殺掉了是誰路易十六 這個法國大革命 路易十六上了這個斷頭台 貴族的體制就沒有了 那是不是就變成民主政治呢 不 事實上我們看到在這裡面有一個新的階級在產生 而這個新的階級是由經濟在決定的 就是變成什麼 有錢跟沒錢 對不對 那麼過去在貴族跟平民的時代是政治在決定的人的地位 但是新的一個時代是什麼 錢在決定的人的地位 這是兩個不同的這個面向 可是他同時的在這個發展著 在發展著 那你在這裡面你看到就是Hume他所表現出來的 事實上是跟這個經濟的這個面向是有關的 就是他認為審美跟喜歡這兩個是不能夠區分的 因為他們都是什麼 人的品味 所以審美這件事情就是很 他在Hume的看來是非常屬於個人的 可是他卻相信品味是客觀的 他甚至相信喜歡也是客觀的 那為什麼他能夠是客觀的呢 這個感覺看起來是有一種矛盾 他認為他是有高下之別的 這個高下之別你把它擺在 比如說我們想喜歡 比如說這種酒跟那種酒 對不對 他說一個好的品味的人 他可以真的嘗得出這個酒是好酒 另外一個品味不高的人 嘗不出這個酒是好酒 這個是有關喜歡的部分 那同樣的一個品味高的人 他可以看得出這個藝術作品 是個好的藝術作品 一個品味低下的人 看不出這個作品是藝術作品 所以Hume認為這裡面是有某種的客觀性的 而且這種客觀性Hume認為 包括了你的天生 有些人 對不對 他那個舌頭特別靈敏 所以他藏得出來 包括你的天生 包括你後天的訓練 包括你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然後讓你什麼 那在這裡面當然 Hume世上也認為什麼 人 作為人 他生活在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事實上會形成什麼 一個社會的判準 這個判準包括什麼 我們相信有一些專家 品酒專家 他可以品出好的酒 就好像有一些藝術的專家 他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好的藝術品 而那個就不是什麼好的藝術品 這裡面事實上有一個高下之別在 這個高下之別是什麼 要經過什麼 時間的沉澱 然後逐漸的產生了這樣的一個判準在 那麼Hume認為他的原因所在 是因為不管是這個審美 或者Hume把審美稱為品味 還是喜歡這種事情 跟這個課題是有關的 整個課題是有關的 那麼在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美學裡面他舉過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有一個 這個故事是唐吉柯德的那個故事 那麼在那個故事裡面呢 他就講他說 他說這個 據說這個村子裡面 有一個家族 這些家族的人那個 舌頭特別靈敏 很能夠什麼 很能夠長酒 品嘗那個什麼 酒的好壞 所以那一天有人就打開了一個 這個很久的年份的一個酒桶 然後呢 這個酒桶打開先請這個家族 那個很靈敏的人 很靈敏的人就長 然後他就什麼 弄一點起來長 然後喝喝看 然後呢 想了很久 然後說這是非常好的酒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酒裡面 有一點點的那個 銅的味道在 人家說你在講什麼 這個酒怎麼會有銅的味道 對不對 覺得很奇怪 那麼又找了 就是同樣也是這個家族的另外一個 就是好像是兄弟還是什麼 也找他來喝 他也是喝了 然後也是得一樣的說法 就是這是很好的酒 可是酒裡面 有一點點的皮革的味道 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你喝酒這裡面有皮革的味道 他覺得你們這些什麼 這個不是什麼多厲害的 沒有 根本就沒有什麼 真的藏出什麼酒來 那因為這個酒是好酒 這個大概拆也可以拆得出來 那後來就把這個酒就打開了 大家喝這桶酒 這個下面桶子下面 居然有一串鑰匙 銅鑰匙 這個銅鑰匙呢 綁著一個什麼 一個鑰匙環是用皮革做的 那個舌頭靈敏到這種程度 藏出它是好酒 還能夠藏出它有什麼 有銅 有皮革 那果然真的很厲害 Hume用這個例子來說什麼 他說 所以真正好的品味 事實上是有標準的 他說最後的這個證明就可以證明出來 所以Hume說 神美這件事情 在他看來就是 終究會可以什麼 水落石出 對不對 把酒喝光的證據顯示出來 你就說果然是高手 對不對 所以一個好的 譬如說好的音樂家 為什麼我們說他的品位是比較高的 他就在那個聽的過程裡面 他說很好 彈得不錯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彈錯了一個音 你看他多靈敏到這種程度 所以Hume說當然是有包準 當然是有高下之別的 那麼當時的資產階級 其實就是在比較這個 對不對 比較說誰有對雪茄好的品位 誰有對酒好的品位 這個就是小資產階級在乎的東西 Hume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完全能夠符合於當時資本主義興起 一個新興起的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裡面的一個看法 那這個看法相信什麼 這個高下之別 就是最終而言是有一個客觀的證據 可以證明果然品位是可以在那裡面 找到人的這個好的品位 壞的品位 那麼喝酒這件事情是這樣 藝術也是如此 音樂也是如此 這是Hume的一個觀點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Hume認為審美跟喜歡是不能夠區分的 可是他卻認為這裡面有一個客觀性在 那麼康德他區分這個兩者 可是他卻認為審美這件事情是主觀的 他反而認為他是主觀的 因為你想想看 你如果認為他是主觀的 那審美跟喜歡就好像應該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都會發現到 他們的這個哲學裡面細緻之處 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是矛盾的 可是你仔細去讀你就被他說服了 這個真是哲學家厲害的地方 那理解這樣的一個比較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康德 就是為什麼審美有一個普遍性在 可是他又說他不是客觀的 他是主觀的 這個真是一個原因之所在 那一個很簡單的提示其實就在這裡 我們剛剛說 東山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西山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對不對 他沒有客觀性 因為這個聖人跟那個聖人 沒有一個什麼 一個標準在那裡 可是卻會此心同此理同 這個真是康德的一個主要的論點 他從主體那邊去尋求這個普遍性的原因 他說普遍性不落在客體上面 不落在這個object上面 Hume就是落在這個object上面 對不對 Hume說我從object我可以找到這個標準 康德他不落在那個object上面 他說真正的審美的原因其實是來自於subject 每一個人這個有一個此心同此理同的地方 正是這樣才造成這樣的一種普遍性 這個也是我們在講義裡面所提到的 那個四個環節裡面其中一個環節就是什麼 他是具有一種普遍性 具有一種必然性 對不對 但是他不是概念 他不是客觀的 這個正是他的這個思想裡面的一個奧妙之處 也是一個讓人百思不解的 就如果你不去把它分析得很清楚 你覺得為什麼是這樣 明明是主觀的 可是你又說他是普遍的 就是他的那個思想特別的一個地方 我們在康德慣用的伎倆 我在那篇文章裡面我提到了一個就是 康德他把一般人習以為常 認為這兩個就是完全相同的東西 他設法做一個區別 因為現在在這裡 關於這個主觀性 objectivity跟這個universality 我們當然也一樣的可以做一個區別 普遍性這個字眼比較好解釋 普遍性就是大家都是相同的 通常這個普遍性之所以能夠出現 我們通常把它建立在客觀性上面 建立在客觀性上面 可是我們看到 這明明就是兩個不一樣的詞 所以從這個詞裡面 也許我們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看出他們的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這個subjectivity這個字 來自於形容詞 subjective 而這個subjective又來自於名詞subject 對不對 subject 相對的跟它相反的客觀性 它來自於objectivity 那麼一樣的它有一個形容詞 objective 以及作為更根本的一個名詞 object 那subject跟object這本來就是我們在哲學上 經常使用到的兩個名詞 就是主體跟客體的兩個名詞 這本來就是常用到的 因為在一般的觀念底下 尤其是在自然科學的觀念底下 我們的確習餘的就認為說 這個作為一種客觀的東西 它才會是普遍的 那麼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們譬如說我們有目所共睹 對不對 任何的一個subject 不管是你是他 是張三 李四 王五 那麼只要張有眼睛 他都看得到這個subject 所以這裡面會有一個普遍性在 會有一個普遍性在 那麼相反的 如果這些人 假設其中某一個subject 他在看這個object的時候 他是帶著他有色的眼鏡看這個object 對不對 他用他主體的龐大的陰影 籠罩在這個object之上 那我們就說他很主觀 對不對 說他很主觀 因為什麼 因為他帶著他的偏見 他帶著他成見 他帶著他已有的自我中心 白目 或者什麼 你要用什麼樣的名字去形容這個人 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他當然不可能什麼 讓這個object如實的 如其所是的 那樣子呈現出來 那當然就不會客觀 相反的他是很主觀的 對不對 他是很主觀的 所以科學醫家講求什麼 講求的客觀性 其實就是怎麼樣一種客觀性 就是這個subject 不要去影響到這個object 比如你在做這個什麼 問卷調查的時候 對不對 你不可以去誘導那個寫問卷的人 甚至你所問的那些問題 也不可以有一種暗示性或誘導性或什麼 因為這都會使得什麼 這個實驗或者這個測驗是不客觀的 不客觀的 這個是最尋常的一個客觀性的這樣的一種觀念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麼科學才能夠達到讓人信賴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他是客觀的 那麼相反的 如果這個subject的東西越濃厚 看起來就越有主觀的偏見 成見 或者受到主觀的影響 因為他就是越不客觀 也是越來越主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詞 他們雖然在中文裡面可能不一樣 主詞 受詞 主體 客體 主觀 客觀 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理解到它在這個英文裡面 其實是同樣的詞 subject subjective subjectivity 以及object objective以及objectivity 其實是一樣的一個字眼 但是現在來了 我們當我們說 我們在講到這個審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講審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提到審美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跟主體比較有關係 甚至在康德的哲學裡面 它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主觀的 可是它卻具有一種普遍性 那麼過去我們的普遍性 事實上是建立在object之上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 正常的人 常有眼睛的人 他看這個東西 譬如說這個東西是圓的 有一個人說他看成是三角形的 你會覺得他是眼睛有問題 因為照理說他看成他是圓的 就是正常的情況下 就是你眼睛沒有毛病 那麼你應該當然有人可能失明了 所以他看不到 但是只要你有眼睛 你看到的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客觀性的一個由來 所以客觀性當然是建立在object之上 那普遍性也建立在這裡 因為我們可以去證明這件事情 說它是圓的 這是可以去證明出來的 這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們要談的 就是康德的這個說法 它卻是說關於審美這件事情 重點其實是擺在subject 而且我們之前也做過很多說明 我們說感濕花間類和別鳥金星等等這些例子 事實上那個美感 或者是說我們說一段的音符 一段的音樂的旋律聽起來就是悲傷 你如果叫科學家去檢查這段音樂 那麼你事實上看不到那裡有悲傷 這兩個字 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正常的人 他在聽這段音樂的時候 他都會感受到這段音樂是悲傷的 所以悲傷似乎什麼 不在這幾個音符上面 因為這幾個音符很可能在另一段快樂的音樂裡面也出現 只是擺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擺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可是當他擺在這樣的一個關係裡的時候 那麼聽的人會感受到 他是悲傷的音樂 所以悲傷其實落在subject之上 因為我們檢查這幾個音符 看不出這個音符為什麼會悲傷 但是當你聽的時候你就感受到那樣的一種悲傷 同意他是落在subject 對不對 落在subject 所以他不是客觀的 他是主觀的 但問題來了 就是這裡是一個subject 對不對 是subject1 那麼這裡又有一個subject2 他也來聽 那麼他也會聽到他是悲傷的 所以癥結很可能是什麼 是在於subject 每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個主體 是這樣的一個主體 作為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一個認知結構的人 那麼他來聽這個音樂 他都可以聽得出來 那是一段悲傷的音樂 那是一段悲傷的音樂 所以這個共同性事實上是在什麼 這個跟這個之間 他們是共同的 那麼普遍性就在落在這裡 我們作為人 我們有相同的美感 這個就是我上次講的 就是我說那個東山有聖人出 西山有聖人出 對不對 此心同此理同 那麼事實上就是什麼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如果每個人都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麼為什麼他們不是普遍的呢 普遍不就這個意思嗎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會有這樣的感覺 康德認為原因不是在object上面 原因是在subject上面 是我們都是同樣的subject 我們都是同樣的人 作為同樣的人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正是因為有這個共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有相同的感覺 那麼所以才會有這種普遍性在 這個是我們在跟Hume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我們提到的這個審美的無思趣是普遍的 但是這個普遍是來自於主體 而不是來自於客體 那麼來自於客體的東西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講的有目所共睹 或者我們在科學上說 這裡有一個客觀的 外在與主體之外的一個客觀的證據 這個客觀的證據就是你看他他是這樣 你不看他他也是這樣 這個甚至沒有你這個人他還是這樣 那麼他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任何人來看他或者不看他 他都是這樣 那個是建立在客體之上的一個普遍性 但是作為一種審美 他的普遍性其實是出自於主體 是因為每一個主體都是這樣的主體 所以他們會有相同的感受 他們會有相同的感受 那麼這一點事實上 我們在上次上課的時候提到過 說康德作為一個啟蒙運動時期的 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那麼啟蒙運動時期的這種 人追求自由平等博愛 這個啟蒙運動最後就是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那麼人何以能夠平等 這個平等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 因為人都有這樣的一種能力在 人都有共同的一種能力在 人可以審美 人有道德 人有知識 以及等等這一類的東西 這一類的東西 那麼這是什麼 主體跟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等同性 這一點事實上是康德哲學裡面 尤其是在他的最後的這個批判 他的美學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的哲學 就是在整個西方哲學史裡面 過去的哲學都只落在個體上面 他很少去問這些個體 這個個體跟那個個體之間的 有些什麼樣的關係 那麼所討論的永遠都是subject跟object 那麼另外一個subject跟我的關係 只有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只有透過這個object 然後我們才有一個間接的關係在 可是透過subject之間本身的一個共同性 或者是我們所說的這樣的一個普遍性 原來subject跟subject之間不見得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我們在他的這個普遍性的一個觀念裡面 那麼是因為人跟人之間有一個普遍性 所以別人的感受是我所可以感受到的 別人的感受是我所可以感受到的 譬如說香港的人現在在爭取他們的民主 對不對 那麼作為一個人我可以理解到 如果譬如說如果台灣根本就不能夠直選 那麼你當然也會感受到這樣的東西 那麼所以人跟人之間有一個共同感在 這個共同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人同子 心心同之力的共同感 那麼這讓什麼 全世界的人作為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在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哲學上的一個進一步的發展 這個發展到後面 在康德以後的這個哲學裡面 這個所謂的一種社會性的哲學 因為你知道社會學事實上到十九世紀 才逐漸的變成一個獨立的學科 那麼這裡面談到的就是什麼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麼過去只有人跟物之間的關係 或者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卻很少談到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這時候的人已經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主體 可是這個主體跟其他的主體之間是有關係的 是跟其他主體之間是有關係的 在過去的這個早期的政治哲學 譬如說希臘的政治哲學裡面 那個一個主體呢 它當時是什麼 落在一個城邦上面 人只是這裡面的一個object 城邦裡面的一個客廳 人只是城邦裡面的一個object 可是現在人作為一個subject 作為這樣的一個subject的人 它不是也只跟其他東西object 那樣子的一個關係而已 在那樣的一種理解下面 會把什麼 其他人也當作object 但是其他人也只是什麼 只是物 他們只是什麼 比如說我在公館走人很多 對不對 他們只是一些障礙 我都想到旁邊了 想到旁邊了 把所有人最好都扯到旁邊去 那是把別人當object來看待 對不對 他們也是一個人 一個主體在那裡 這個是從啟蒙運動以來 一個人文 一種人文主義 就是相信每一個人 就是作為一個人 他其實都有這樣的一種能力在 這個是這裡所謂的這個祭世主觀的 或者你其實也可以把它換成是主體的 主詞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 他又是普遍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這個是他的這個對美的定義 他的四個環節裡面的第一個環節 那麼在這個環節裡面 我們可以跟Hume做一個比較 做一個比較 好 那麼這裡 這個Hervitz 他對康德美學的初步之一 我們其實會在書裡面看到這個Hervitz 他對這個美學的 對康德美學的質疑裡面 他一直都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他沒有辦法理解就是 審美是來自主體 而完全不來自客體 他覺得這是完全沒辦法設想的 那Hervitz在我們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理解很清楚的就是 他要說的就是這個 他的理解很清楚的就是 他認為康德的這個審美觀 完全是這個主觀性的 是落在主體上面的 那個客體呢 這個幾乎是微乎其微 那這個如果幾乎沒有的情況下 還有比較問的是 那你到底那個美感從何而來 那到底不就是從那個object而來嗎 對不對 所以他在我們的書裡面 那個六十葉中間的這一段 他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質疑 你看到他這個什麼 這個打了很多的這個問號 他說難道不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做美的東西 使得我產生了這樣的感受 那你要把那個什麼object完全抹殺掉 他說這個也太過度了 也太誇張了一點 也太誇張了一點 這個是他對他的一個初步的質疑 但是我們當然第一個 我們要問的就是 康德真的認為客體完全沒有關係嗎 這是第一個 對 康德非常強調這個主體的部分 但是他是不是把客體徹底的抹殺掉 未必是這樣 有些學者其實認為客體還是有的 只是康德會特別強調 在審美裡面這個主體的成分在 那麼即便康德是認為客體幾乎完全沒有地位的情況下 那麼當然我們也還是可以問這個 這個Hewitz他的這樣的一種質疑 是不是還可以再商榷或者還可以再討論或者怎麼樣 那麼這點事實上是康德美學的研究者的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康德究竟是客體到底在這個審美裡面 他的這個重要性到底有多少 這是一個他很強調主體就沒有問題 那客體到底是完全沒重要性還是有一點點重要性 還是其實這個重要性跟主體是勢均力敵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好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有關於這個審美的普遍性裡面 我們首先這個所看到的 就是這裡對於他的一個討論 那麼同樣在這個六十頁裡面 他最後這個Hewitz他稍微做了一些修正 他說也許是這樣的 他說It is a purely subjective judgment 他說審美的判斷是一個純粹主觀的判斷 好這裡用純粹 那意思就是說他完全沒有客觀性 他是一個完全來自於主體的判斷 也就是說好美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出自於主體的感覺的東西 跟這個客體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客體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他說這個judgment A judgment occasion 他用occasion這個字 這個字如果從字面上就是什麼被激起 被激發產生 occasioned by the object but not about it 他說是由這個客體所激發出來的 但是他已經不是什麼 這個判斷已經不是針對這個object 這是Hewitz在經過一番指引之後 他所做的一個想法 就是美感是我的 美感是我的 所以那個pleasure是我的 是我感到快樂 對不對 是我感到快樂 然後我覺得很美 這個很美當然是object把我激發出來的 但是他扮演的比較像是 就是你在做化學實驗的時候那個一個觸媒 對不對 所以這個觸媒引發了我產生了快樂之感 那麼引發了關於這個快樂之感 可是我說好美並不是對這個東西 而是說的其實是我的心境 所以它還是一個subjective judgment 那麼這個subjective judgment需要有一個外在的因緣 一個外緣讓它產生 就好像你在那個化學實驗的時候那個觸媒 對不對 觸媒本身並不參與這個化學化合作用 可是他也扮演了一個角色 就是他讓它激發出來 他說也許像是這樣 也許像是這樣 也就是說審美感判斷是一個徹底的 純粹的主觀的判斷 這個徹底的純粹的主觀的判斷 不是關於客體的而是關於主體的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了 正是那個美的東西激發了它 然後讓它產生了這樣的一種感覺 那麼在這裡面他用的是occasion 所以我把這個字跟這個 我們在哲學上 也許科學哲學裡面常使用到的cause 就是cause有一個因果關係在 是這個因倒是這個果 可是occasion它基本上 不是一個因果關係 它扮演的我剛剛說 比較像是一個觸媒的作用 那麼這個觸媒的作用 激發出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catalyst 那麼這個catalyst 也是一個比較化學方面的名字 就是所謂的催化劑或者什麼的 他說客體在這裡大概扮演的 大概就是只是像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只是這樣的一種不是因果關係 這樣的一個作用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 他設法用一種方式去理解 康德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主觀的審美判斷 這個主觀性 那麼客體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好 那麼我們剛剛我們提到說 這個康德他們美的判斷有四個環節 對不對 第一個環節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無思趣 無思趣的環節 其實在那裡面最主要是講的是說美 其實是一個plasure 對 是一個plasure 或者一個satisfaction 一種滿足一種快樂的感覺 一種愉悅的感受 這是美 可是作為一種愉悅的感受 他卻是無思趣的 那麼從我們書裡面這個61頁開始 他就開始談第一個環節 因為美作為一種愉悅的感受 這個大概沒什麼問題 看到美的東西 你心裡就會感到這個愉悅 有一個正面的感覺在 這個是美之所以為美 這個在其他的哲學家那邊 似乎也沒什麼不同的意見 可是康德要講的是說 這種愉悅是無思趣的 那麼這個無思趣呢 卻是康德他的這個美學裡面 一個重要的專有名詞 所以很多的討論實際上就擺在這個 所謂的無思趣上面 無思趣上面 OK 那麼這個美的這種 這個無思趣 你可以在康德談到無思趣的時候 他就把他跟幾個東西相比較 然後指出其他的東西是有思趣的 可是美是無思趣的 那麼這幾個他分別的稱他 叫做the beautiful 就是美 第二個跟他比較的 就是跟美這個比較的 叫the agreeable 這也是一個中文很難翻譯的字眼 我以前還把它翻譯作爽 可是這個字眼實在是太俗了 那麼第三個就是the good 那麼康德在這裡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只有美是無思趣的 其他的都有思趣 那麼agreable這個字 你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agreable這個字來自於agree agree是同意對不對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把它翻成秤意 秤心如意 秤了你的心 如過了你的意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有失去 因為你有一個什麼 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是一種秤意 人生在世不秤意對不對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想要都沒得到 明朝善法弄扁舟 這是李白的詩對不對 那麼或者在閩南語裡面 我們會講agre對不對 這個很agre就是什麼 我的意如此 結果完全合我的意 所以你把它翻成合意我覺得也OK 只是合意現在常常變成法律的一個名詞 在一個契約裡面 這個有沒有達到意 那個意思表示的一個合制 OK 那總之它事實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有失去 我覺得幾乎已經在這裡面表現出來了 就是作為一種秤心如意 作為一種尬意 你已經有個意在那裡 你當然就有一個失去在 有一個失去在 那麼所以東西的好吃 這個或者是那個什麼 我們之前舉過一個例子說 沙發的舒適對不對 或者是任何特別是肉體上 這個物質上的一種享受 這個幾乎都是the agreeable 都是the agreeable 那麼你可以看到the beautiful 在這方面跟它就有了一個對比了 因為beautiful它並沒有這種物質上的側面 我們等後面看到第三個環節 那個和目的性的時候 會更明顯的看到康德的這個神美裡面的一種形式主義在 這個形式主義讓它什麼 就是它認為它純粹只是一種形式 而不落在物質 不落在內容 不落在這個目的這上面 所以事實上這幾個 你可以說這幾個環節它們本身都是什麼 都是意思上其實是一樣的 是從不同的側面來說 那麼區別beautiful跟agreable 就是一個主要的一個區別 這個區別也使得比如說康德的美學 跟Hume的美學就不太一樣 因為Hume並不認為beautiful跟agreable有多大的區別 所以Hume在舉這種審美 他俱稱之為叫品味 你看他舉的例子 在康德看來 你所舉的例子沒有一個是在講beautiful的 他舉什麼 喝酒的例子 就是說品酒 那個真的是品味 對不對 有錢人的那些品味 在康德看來 那個沒有一個是叫做真的能夠叫做神妹 因為他們事實上是什麼 他們事實上跟這個物質性非常的濃 那麼你可以設想的 我們會講到說藝術的這種見賞 這個藝術的見賞跟什麼 跟我們的感官有關 可是幾乎只跟兩種感官有關 就是視覺跟聽覺 那麼炎耳之後的鼻舌生 好像你很少想到就是他們也作為一種藝術 雖然我們在現代看到有一些人 事實上也要把他們提升到一個藝術的層次 比如說香水寫成小說拍成電影對不對 好像他也有一個什麼很高的精神的境界 但是你不可否認的 作為一種這個嗅覺的東西 它的物質性太濃厚了 所以這種物質性濃厚到以至於 你有時候很難區別 這究竟是beautiful還是agreable 就究竟是一個精神上的 還是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物質的慾望這樣的東西 那麼視覺跟聽覺他們比較抽象 因為看跟聽幾乎可以什麼 很遠的幾乎可以不接觸它的去聽這個東西 以及去看這個東西 然後有一個比較客觀或者是比較普遍的那樣的一個面向 可是作為嗅覺 觸覺 味覺 包括你吃一個食物 你說這個是藝術 可是你還是什麼 把它吃下肚了 而且你覺得非常的滿意 非常的覺得它很agreable 對不對 很襯你的意義 你的舌頭會想要品嘗好吃的這個東西 其實這是很明顯的 那種東西在康德看來 那是屬於agreable的領域 那麼我們之前講到藝術跟色情 為什麼它是色情 就是因為它跟慾望有關 那麼這個agreable的很多的部分 其實跟慾望是關聯在一起的 那康德顯然它的這個beautiful 因此相較於shun 它顯然它是把它擺在一個比較高的境界 作為一種普遍性 因為作為一種agreable 如果它的物質性是比較濃的 那麼它就跟你的什麼 跟你的個人性有關 你的舌頭可能比較喜歡吃甜的 它的舌頭喜歡吃鹹的 它的舌頭喜歡吃酸的 乙等等 這裡面事實上什麼 可能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覺得好吃它未必覺得好吃 乙等等 這裡面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差別在 同樣的在視覺跟聽覺裡面 它畢竟作為一種感官 那麼有感官當然也有物質性的部分 那麼因此也就會有個體性的部分在 也有個體性的部分在 就好像你喜歡某種顏色 可是另外一個人喜歡那樣的一種顏色 這個其實是跟個體是比較有關的 那麼這個部分就跟agreable有關 所以當你在讀孟子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人老師喜歡說寡人有疾 然後就寡人怎樣 寡人好色 寡人怎樣 寡人怎樣 對不對 那個寡人就是我自己 那個我自己意思講的這種 其實純粹就是一個個人性的部分 那麼這個作為一種個人性的部分 這種東西它很多的時候是落在這個agreable上面 那麼它當然是有失去的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這樣的一個比較 在這個比較裡面它所談到的 那麼除此之外 在這個下面一段 剛剛那個比較的61月第一段 接著它比較了另外一個有關於善 它談到這個善 善同樣的也是有失去的 它這個失去就叫做moral interest 一個道德的止去 一個道德想要達到的目的 道德是有某種目的的 有某種目的的 當你做一件慈善的工作的時候 譬如說你現在是想要幫助罕見疾病 那麼這個就是你的目的 那你就是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而且當你達到目的的時候 你就覺得什麼 覺得很高興 對不對 我們說什麼助人為快樂資本 那麼這個快樂其實就在這個助人 達到了某種功效的時候 它達到那樣的快樂 所以它當然也有interest 可是現在在審美裡面你理解到 在審美裡面它沒有一個目的在 就是說我看這個東西 我感到快樂 That's all 句點了 沒有了 就是這樣 你並不是說我看這個東西 然後回來說我氣質有沒有高一點 我氣質有沒有好一點 對不對 你這是有止去的 對不對 這是有interest在的 這個不是真正的審美 審美不考慮到別的 它純粹就是看這個東西 然後它心裡油然而生一個快樂之感 這個是beautiful所來的 那當你做這件事情 有某種的目的性在的時候 不管這個目的性是出自於agreeable的要求 還是good的要求 總之它都還是有失去的 這是它在這裡面所做的一個比較 那麼這個比較 它就用了三個形容詞 the beautiful, the agreeable, and the good 來比較 然後他說美在這裡面只有它是沒有失去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種無失去的行動 一個就是審美判斷 還有一個就是認知 認知就是一種純粹的知識 那麼審美的判斷則是它會產生愉悅 可是認知不會產生愉悅 這個審美的判斷因為它的美 會帶給你主觀上的pleasure 可是認知就是什麼 你就是原來是這樣 這個得到某一種的知識 得到某一種的知識 所以我們說一個人他可以在審美的過程中知道這個 也許他也在審美的過程中知道審美的對象是什麼 但是你的審美態度上跟這個知識無關 你可能看一個你完全不知道的東西對不對 在朱光潛所寫的那個譚美的那個例子裡面 他說那個用審美的態度去看那棵古松的 因為之前是一個植物學家對不對 他看那個古松他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認知 他說這個古松是一種顯花求果植物 四季長青 然後爭業 然後怎麼樣 他就完全用知識來給他下判斷 另外一個商人他看到這個古松 他馬上想到的是這古松能賣多少錢對不對 那個紫趣不言而喻 那麼這個植物學家也許他是沒有什麼紫趣的對不對 他是沒有什麼紫趣的 那麼現在這個一個人他可能什麼 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松樹對不對 他植物學是白癡 完全不影響到你對他的審美 因為你在看的是那個古松的型態 你看的是那個古松的型態 你不帶著一個知識要去認知他 你發現這個古松這整個的型態 這個引起了你內心裡面的一種美感 所以你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享受著他的這個姿態他的什麼 你也不知道這個會賣多少錢 你也不知道他能夠做什麼用 這個根本就是別的另外的一件事情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審美判斷跟知識的 這種所謂的無關性 就是他事實上跟這個知識的 是可以分開來談的一件事 是可以分開來談的一件事 那也在這個樣的一個理由上我們說 所以當你去看畫的時候對不對 當然你有一個什麼藝術史的背景 就知道這幅畫我一看就知道這是印象派對不對 這個是後印象派 這個是新印象派等等 可以把他們都什麼分為別的 那我當然覺得你很厲害 很有藝術史的知識 可是這跟審美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的很多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所謂的那個什麼藝術欣賞的書 我看它裡面都在提供知識對不對 告訴你說這是什麼你哪個畫派 然後這個畫家昇平 然後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什麼藝術史 可是當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其實真的沒有真正在享受這幅畫 這個才是重點對不對 因為真正的審美其實是什麼 捨棄掉所有這些東西 是你自己去感受這幅畫 然後說出你對這幅畫的一種感覺戰 那個部分事實上是什麼 可以把知識拿掉的 你也可以把什麼 也可以把那些有指趣的東西拿掉 我的意思是說你並不需要知道這幅畫 這個價值多少錢對不對 這個我也有一次去聽導覽 那個導覽的美式地導覽說 這幅畫現在拍賣 這個書戶比的那個市場 已經賣了多少錢 我這樣子 那我多看幾眼對不對 你如果是為了那個錢去看他 那你也不是在審美對不對 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這個畫的這麼的抽象 為什麼他價值這麼多錢 我有諸如此類 這些事實上都跟真正的審美無關 審美要把他們跟這些東西抽離出來 要把他跟抽離出來 那麼這些都是在 我們在他談到這個第一個環節的時候 他所做的的一個比較 所做的一個比較 所以我把這些比較就整個的列出來 就是在這裡面牽涉到我們人的各種不同的能力 人有審美的能力 人有認知的能力 人有道德的能力 人也有慾望的能力對不對 那麼在這些能力裡面 因為康德的第一個環節就是什麼 就是Pleasure 對不對 就是那個愉悅 我用紅色的標出來 那麼所以當然我們要問的就是 有哪些東西會得到愉悅的 你在審美的時候你會得到愉悅 你在道德達到那個道德的目的的時候 你會得到愉悅 你在慾望得到滿足的時候 你會得到愉悅 這些都會產生某種的Taget或者Satisfaction 就是康德所講的那樣的一種正面的感受 這個是都會有的 可是在這裡面只有一種東西是沒有失去的 其他的都有他的失去在 都作為一種什麼 一種目的 不管是意志所追求的道德目的 還是慾望所追求的那些滿足 那是另外一種目的 他們其實都有那些目的在 可是審美是什麼 是毫無目的的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一種比較的方式 那麼另外就是審美跟認知 他們都是沒有失去 這種沒失去的東西 通通都可以把它變成有失去的 對不對 你可以什麼 以想要得到知識作為你的目的 當然可以 對不對 然後你什麼 要去看一個畫展 我看到這個畫展 你不滿足 這當然也可以什麼 變成是一個目的 所以其實他們也可以什麼 變成一個你的計畫裡面的一部分 然後作為你計畫所要達到的 這個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意思說都可以變成是有失去的 但我意思是說可以無失去 就只有審美跟認知 在那裡面什麼 一個人就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那些就是關在象牙塔那裡的人 他們就是什麼 就是純粹的就是不為什麼的來做知識 這個知識不是為了 比如說到了近代那個Francis Bacon說 知識就是力量 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知識變成是有目的的 對不對 知識是為了要展現出知識的力量 知識是為了要達到某種的什麼 可是一個真正愛知識的人 就是不為什麼而做知識的人 讀書 他在讀書裡面得到樂趣 這個就是什麼 純粹的認知的 無失去的一種追求 就好像你看一幅畫 你不為了這幅畫 看畫說會讓你氣質比較提升 所以我其實是為了提升氣質的去看這幅畫 那麼這裡面當然就變成是有失去的 所以在這方面就審美跟認知 他們共同的一點就是他們沒有失去性 可是審美是不需要用到任何的概念的 但是認知是要用概念的 那麼另外審美他會得到愉悅 認知則沒有 那麼除非你把他認知當作是一個有失去的東西 對不對 當作一個目的 那麼現在你終於什麼 我終於知道康德怎麼想了 所以你心裡就很快樂 對不對 那麼這裡面當然就有某種失去在 當然就有某種失去在 那麼這個是幾個不同的人的faculty 康德用這樣字眼 人的能力 那麼這些能力他們分別的會產生 有的會產生愉悅的結果 有的不會對不對 那麼然後他們在那裡面 各有不同的特別特性在 特性在 那你可以理解到在這裡面審美 認知 道德 這其實就是康德三個批判裡面分別討論的 對不對 第一批判講認知 第二批判講道德 第三批判講審美 是他們所談到 所以康德這樣完全沒談的就是有關於這個慾望的部分 對他來講他可能比較低 他就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慾望就是什麼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們在上個禮拜提到 你是什麼控 你是什麼皮 你是什麼皮就怪皮對不對 那個都是屬於個人的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你不用去發展它對不對 它自然的 因為那是你的自然習性 就是你的肉身有特別的這樣的一種偏好 你根本不用發展它就會這樣 你愛吃甜的對不對 你不用去發展說為了培養我愛吃甜的 除非你是不愛吃甜的 所以你要特別要培養你去愛吃甜 否則那個不用發展你自己就會有 可是像這樣的東西 對康德到了第三批判 他把他們稱之為是人的高級能力 他沒有講 不過聽起來這個慾望好像是低級能力 那麼這個在那樣的一個說法裡面 這個要去培養這是這種所謂的高級的能力 而這些高級能力裡面都有它的普遍性在 這個對康德來講才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上次提到這個什麼 作為一種綠澤對不對 我們說那個頭頂上的那個星空 這個是跟正知有關的 因為它是外在於我們 所以我們只能夠去知道它 那麼內心裡面的道德律 現在我們在審美裡面也看到了 其實也像是有某種的綠澤 但是這種綠澤又是一個不一樣的綠澤 因為這個綠澤是完全是主觀性的那個綠澤 這個綠澤就是什麼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這樣的一種綠澤 OK 這個大概是它在這裡面 這個有關於這個所做的一個比較 我們書裡面我們的作者他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他說他每天他住的地方 每天去上班的時候他都會看到什麼 一片的這個牡丹花 這個一片牡丹花的花海 牡丹花的花海在這個61頁的地方 因為這個牡丹花的花海每次他看到 都會讓他心裡產生很愉快的感覺 都會讓他產生很愉快的感覺 那麼他現在就用什麼 就是用這個 康德的這個說法來問自己 就是為什麼他會產生這樣的一種 愉悅的感覺 就是看到這個某單花 其實我自己也會 就是當我在以前我都搭公車來學校 那麼後來我就想到說我這個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後來我就都走這個 金電溪的那個河濱的自行車道 就是現在整理的很漂亮 然後每天騎過去 來學校一趟 然後回家一趟 每次看到這個河流水流 然後這個旁邊有很多的樹還有草 就是那樣的一個景致 就是讓我遊覽而生這種愉悅之感 愉悅之感 那事實上在那裡你產生的就是一種美感 這個美感沒有任何失去 我並沒有說騎一騎然後說 我要這條心電溪對不對 然後我要這一片牡丹花或者我要什麼 就是你要的是什麼 你每天經過它看到美的東西 你心裡覺得很愉快 這個就是這裡面我們所要的東西 那這個Hellis 我們這本書的作者 他自己在反省這件事情 就是他每天會經過這個牡丹花海 他說第一個 我並不需要知道他們是牡丹花 因為不知道它是牡丹花 其實完全沒有影響到你的這個 你看到他們時候的那種愉悅之感 他說甚至你也不需要知道他們是花 都OK 他說你在知識上完全不知道 這個完全不影響到你的審美 那麼第二個 我們也不需要從他們那邊去實現什麼 道德的目的 比如說你看到牡丹花 你想到的就是什麼 要保護生態環境 這個什麼應該多種花或者什麼的 馬上這些道德的念頭冒出來就有失去了 你就沒有辦法純粹的去享受這樣的一種美感 除此之外第三個 我們必須要從他們去實現某種物質的利益 比如說開始想說這個牡丹花能賣多少錢 這個我倒是覺得我一直有一個印象 就是我每一次到什麼風景區去 只要看到旁邊有這個台灣來的人 他們只要看到那個什麼 比如說水裡面有魚 然後就馬上就問說這魚好不好吃 或者可不可以吃 因此是非常濃厚 只要看到魚就想到就是要吃魚 這個很奇怪的一點 很奇怪的一點 就是他們有辦法去欣賞 那魷魚純粹的就是在水中游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那個韭菜溝 韭菜溝的魚是一種無鱗魚 這個它是沒有鱗片的 每一個幾乎每一個人都在問導遊 這個魚吃起來怎麼樣 好不好吃 等等輸出此類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物質性這麼的 對他們來講這麼的重要 最後一個就是我只要看花海 聞花香感到心曠神里 我就感受到某單花海之美 這個就是一個純粹的神美的感覺 那麼其他的則是不是神美的感覺 他們裡面就會夾雜的東西 那我們在講的是一個純粹神美之感 因為你在看一個東西的時候 也有一個可能 什麼可能呢 就是你的神美裡面可能還伴隨著一些別的 這個是有可能的 這個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就是你可能什麼 你的居心不是純粹的神美 你的居心裡面可能還伴隨著一些別的東西炸 但是如果純神美這些東西事實上是可以拿掉的 這個是康德所要去區分人的faculty裡面那個純神美的領域 我們談到這個Helvitz在這個書裡面所舉的例子 那麼這個例子就是他在問 他在問說他到底是什麼 讓他覺得這片牡丹花海很美 然後他就描述 這個就好像說假設你每天都這樣 但是你的朋友並沒有什麼有同樣的經歷對不對 那你就跟他說我每天都看到牡丹花海 我心情覺得很愉快 他說你為什麼讓你覺得心情很愉快 他就開始描述這個牡丹花的花海 他所看到的牡丹花 他的花朵很大朵 然後那個花朵下垂 他後面你會看到 他說就好像那個跳芭蕾舞的那個女靈 那麼這個跳芭蕾舞的女靈呢 他們好像什麼 好像那朵花一樣 那個很大的砰砰裙對不對 然後這個躺著在那 就是整個人是下垂著的那種感覺 那個他所謂的那個drupping 然後那個香味非常的濃郁 你經過你會聞到一股花香 然後他的顏色非常的誘人 以及等等 他的這些形容詞在這個61頁的最下面 做的這些描述並不是某一個 就像是某種因果關係那樣的 某一個牡丹花的特性 然後讓你覺得他美 並不是這些性質 那這些性質跟個人的喜好有關 譬如說有些人特別喜歡牡丹花對不對 因為譬如說在中國牡丹花代表富貴 可是這個事實上就有某種失去在 他說並不是這些性質 就是說如果純粹是這種性質說 因為這個性質所以你喜歡他 那麼這個就跟那個liking是有關的 那事實上他就是有某種失去 比如說有些人他特別喜歡香味非常濃的 或者他喜歡某一種味道的香味 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事實上是跟失去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麼整個的那種覺得美 他說這個事實上不來自於 這個其中的任何的某一種的性質在 不來自於這其中的某一種性質在 那麼而是什麼呢 而是來自於主體在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一個特殊的主體的 這個所謂的複雜的一個認知能力裡面的一個變化 是這個變化讓它產生愉悅 因而事實上是這個變化 那個美事實上是來自這個變化 那麼這個在我們書裡面的這個62頁的地方 62頁的地方 那麼那個62頁那個完整的第一段 他說 the best things one can make of it is that the qualities I refer to 就是這個quality指的就是什麼 剛剛說的那個花朵很大朵對不對 然後花朵下垂然後很濃郁的那個香味 這一些qualities他說 他說是什麼呢 他說那個一個人對於這個 剛剛所提到的那些性質 那麼他所能夠產生的那個感受 他說in speaking about the object 剛剛那些性質都是跟object有關的 都是跟這個課題有關的 他說但是這些課題所產生的這些性質的那些意義 他說are not 並不是are not properly speaking its properties but constructs of my own imagination my own play of faculty 這裡他第一次使用到的這個玩或者是遊戲 這個事實上是康德美學裡面首次用到 在後來希德的美學裡面 就一再的使用到認為這個所謂的這種美感 事實上就是像是一種遊戲的那樣的一種感受 那麼這個是他在這裡面他所提到的 就是他說你要去理解那個意義 最好的一種說法就是說 並不是那個性質是我的 就是是那個產生美的那個性質 而只是一個什麼 而只是一個我的想像力的一個constructs 想像力的一個構作的結果 換句話說這個想像力的構作結果是我的能力 這個我的能力就廣義的那些認知的能力 他們本身的一個遊戲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我因為看到它了 我的整個認知結構裡面的某些能力就開始玩耍了 那玩耍了之後我就覺得什麼 覺得很快樂 所以這個pleasure是這樣產生的 或者說美感是這樣產生的 因為美感就是這個pleasure 就是這個pleasure 這個是為什麼它是一個主體性的東西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另外也是為什麼他說 所以這個Hervis試著去理解說 所以他只是一個觸媒 這個觸媒能夠讓我的faculties玩起來 當然也有可能什麼 我根本就心不在焉 所以我雖然在看一個美的東西 但是我並沒有什麼 就是有看沒有道的 那我並沒有什麼 讓我的faculties玩起來 所以我沒有辦法覺得美 或者我利益心心 我根本想的就是我能不能靠這個賺到錢 所以我也不會感受到它的美 所以我就不會在這裡面產生這個pleasure 那麼所以康德其實所講的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這個理想的狀態是什麼 你現在是什麼 心無旁盧的 你現在不會想著什麼 要考試了 或者我等一下要幹嘛 這些東西都拿掉 然後你純粹的去享受那個美 而且你能夠什麼 拿掉屬你個別性的那個部分 那麼當你在感受它的時候 你的這裡面就產生了這個所謂的什麼 一個想像力的一個作用的結果 那麼產生了這個所謂的這個認知能力的遊戲 這個認知能力 faculties 那個能力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什麼 複數型 因為康德在某些地方他有提到 他說我們的知性跟想像力 通常他們事實上會做認知的作用 那麼當你在審美的時候 這個能力被叫出來 可是OK 那知性本來就是來工作的 因為知性在它的這個第一批判裡面 它事實上是認知用的 那麼所以知性就什麼 就被叫出來 結果跟這個審美的時候是跟這個知性講說 知性你雖然出來了 可是你沒事做 沒事做 知性就弄住了對不對 我是要來工作的 結果我是沒事做的 沒事做 但是就這時候被叫出來的能力 除了知性之外還有想像力 那我沒事做 那我幹嘛對不對 我又在這裡 那我乾脆就什麼 跟想像力玩 那麼所以構成了這個所謂的什麼 my own play of faculty 就構成了一個所謂的遊戲 所以比如說老師沒事把你叫到學校來 那你到學校來對不對 結果老師說沒事 那你怎麼辦對不對 你現在有的是時間 你又沒辦法做什麼事 因為老師也不拍工作給你做 那你當然只好玩對不對 玩沒有什麼目的在 玩沒有什麼目的在 也沒有要想到怎樣 也沒有什麼 你頂多說是在打發時間或者什麼的 不過打發時間就變成是一個目的 現在是這裡沒有一個時間感在的 所以它那個faculty就是什麼 就是沒事做的一個狀態 那麼正因為這樣 所以你才會覺得自由 覺得快樂 因為你不在工作 你沒有受任何的拘束或局限或什麼 這個是審美產生pleasure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不過這方面 這個康德其實講得蠻抽象的 就是什麼叫做play of faculties 這是一個常常引起人會討論的一個字眼 不過我們可以設想的就是在遊戲的場合 我說的遊戲這個game指的不是競賽性的 因為競賽性就會有目的在 就我要贏 對不對 我要拿金牌 我意思說在尤其是在小孩子的遊戲裡面 小孩子他們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睡覺吃飯做這些事 剩下的時間幹嘛 遊戲 對不對 就跟一隻小狗玩 或者跟他的哥哥姊姊玩 或者跟誰玩 對不對 那些遊戲裡面並沒有什麼 有一個目的在 就是我為什麼要遊戲 我為了要這個什麼世界大統而遊戲 沒有這種說法 對不對 當然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世界大統的情況下 也許是大家都在遊戲 因為如果你想說所有人都在工作 那種想起來就比較覺得是地獄對不對 地獄裡面就好像有人拿著這個鞭子在那邊抽 然後大家在那邊很辛苦的工作 可是想像天堂是什麼 就是在遊戲 不然就是在什麼 這個演奏音樂 彈著肅琴 就是這樣的一個場合 那在這個審美的一個情況下其實就是這樣 你沒有目的 你不需要去做些什麼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也不是在什麼 順認著你個人的私欲要滿足什麼東西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康德事實上是試圖要去把這些東西 給區分清楚 要把這些東西給區分清楚 OK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裡他開始強調康德所使用的一個字眼 就是他說審美判斷是一種反思判斷 而不是一種確定判斷 那麼判斷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句子 一個命題就是一個判斷 一個命題 一個判斷 就等於差不多我們說的一個句子 比如說這很美 這是一個判斷 對吧 那麼我們一般的判斷是叫做確定判斷 叫Determining Judgment 那麼他事實上是在把一個東西 歸到某一個類裡面去所做的工作 這個叫確定判斷 這個叫確定判斷 那確定判斷是一種知識 確定判斷是一種知識 這種知識就是在他的第一批判裡面 他還講說這個判斷怎麼形成的 那時候他沒有區分這兩種判斷 因為對他來講任何判斷都是命題 命題就是一種句子 句子就是表達某種知識 所以那時候他把他們就全部都當作 是跟知識有關的 那麼現在他要講的是說 審美也可以變成是一個句子 可是審美的這種判斷 並不是認知的那種判斷 那麼他就把認知的那種判斷稱之為 叫做determining judgment 然後把審美的判斷稱之為 叫reflective judgment 那我們就要來講這兩種判斷 有些什麼不同 就確定的判斷就是為一個特殊者 尋找到一個普遍者 而這個普遍者是早就已經有的 這個普遍者就是我們所謂的概念 因為任何的概念 如果說判斷後命題是個句子 那麼概念就是一個詞 一個字詞 一個詞彙 任何一個詞彙都是普遍的對不對 你比如說桌子 這是一個詞彙對不對 這個詞彙代表了什麼 一切的桌子 代表所有的桌子的概念 所以它作為一個普遍的詞彙 那麼它事實上就是一個像是一個集合 OK 那麼現在當我們要做一個確定判斷的時候 譬如說這是一張桌子 那麼你就是把這個桌子 這個桌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特殊者對不對 把這個桌子給放到了這個普遍的集合裡面去 那麼這是一種知識 這是一種知識 所以知識是什麼 就是把一個個別的東西放到一個普遍的東西 我們在做一個句子的時候 譬如說我是一個學生 就是把我這個特殊者放到學生的領域去 我是學生 所以我不是什麼 我不是老師 我不是無業遊民 我不是別的 我是學生 把我放到學生這裡面去 這就是一個判斷或者一個命題 這個是一個主詞跟這個數值之間的一個關係 主詞跟數值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是我們在確定判斷裡面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種判斷即便在一個法官一個judge 他在做judgment也是這樣對不對 當他在判斷說你是有罪的還是你是無罪的 你是innocent 還有guilty 對不對 那麼做一個這樣的一個判斷 事實上也就是把你放到innocent的那個領域裡面去 還是放到一個guilty的領域裡面去 當我們說一棵松樹是一種顯花求果 四季長青的真葉植物 你就是把它給放到那個領域裡面去 這就是知識 對不對 這是認知 這是確定的判斷 那麼現在當他講到這個反思判斷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說審美是一種反思判斷 他完全不是我們所講的那個意思 因為他說在審美的判斷裡面 審美的判斷裡面沒有那個普遍者可以給你歸類 沒有普遍者可以給歸類 所以當你說這是美的的時候 因為湯德認為美真正說來並不是一個概念 所以你要把這個這是美的 並不是把這放到美的那個領域裡面去 他說當你說這是美的時候 你其實是什麼 你其實是感受到一個你看這個東西 所產生的一個愉悅 所以你說這是美的 所以你並不在對這個對象下判斷 你是在對你自己下判斷 所以他是reflective reflective這個字 來自於reflect 反射回來 回到自己對不對 是反回到自己 所以這個判斷其實是在對自己下的 而不是在對課題下的 那麼這是Heavitz的用這個反思這個字 就是康德這個反思判斷 他所要告訴我們的 他說反思判斷之所以為反思 之所以為reflective 是因為他是反回到主體的自我的判斷 所以你在說他這是美的的時候 其實你在講你自己 而不是在講這個東西 這是他在這裡面要表達的 就是這個康德的這個美學裡面 這種這個主觀性或者這個主體性 就是他是如此的這個subjective 如此的subjective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這裡面 他跟我們一般所謂的判斷 其實有很大的區別 有很大的區別 那麼這個也讓我們看到 我們在前面講的就是美作為 就是在第二個環節那邊 就是作為一個既是主觀的又是普遍的 那何以他是主觀的 因為這個判斷根本就是加諸於主體之上的 而不是加諸在課體之上的一個判斷 在談到了這個之後 因為又談到了這個主體了 所以Helvitz就又開始這個碎碎念了 他又開始批評了 他認為說他在他認為說這裡面 他覺得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確確區別的 那這個兩個區別就是這個確確區別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到底這個課體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其實是跟他在前面那個六十頁那邊 他初步的批評是關聯在一起的 但是他只要一談到說這裡是一個徹底的主體性 他就覺得他又覺得很不理解 雖然他事實上也自己想辦法去說 他是一個催化劑他是一個什麼 可是他只要談到這個他就覺得還是很怪 那他認為這裡面沒有辦法真正區別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Pleasure called by the flower 就是完全就是由花用因果關係 所產生的那樣的一種Pleasure 那麼另外一個他稱之為叫做Pleasure generating within myself OK 他說這個快樂是什麼 是由我自己在我自己之內所產生的 Around the flower 只是他只是他用一個around around就是一個模糊的字眼 就是說跟花有關 對不對 大概只是這樣 跟花有關 但是事實上是在我自己之內所產生的Pleasure 那Hairis在這裡面他要問的是說 他說康德的意思當然比較像是第二樣 他說可是我們真的有辦法去明確地區分 這兩者的差別嗎 就是當你說我產生一種快樂 那你說這個快樂根本就是我自己產生的 可是他跟花也有關 他說那講成 即便講成說是Pleasure called by the flower 他說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麼他自己的結論是說他覺得 在這方面他可能覺得Hume還是有一點對的 他說畢竟喜歡與覺得美並不是完全不同的範疇 他意思是說你覺得美裡面當然也有喜歡的成分 能夠說沒有嗎 這個是他自己在這邊再次的一個 這個提出來的一個批評 或者他覺得康德 他覺得康德講的這個太過的一個地方 這個是這裡面我們所看到的 OK 那麼所以他在批評完之後 他就做一個簡單的小結 就是因為他談完了這個第一個環節 那麼他說18世紀這樣的一個世紀 他說是一個走偏峰的世紀 那麼他說在這個美學上面就是兩個偏峰 一個就是休姆的偏峰 一個是康德的偏峰 因為休姆他把品位理解為是客觀的 就是徹底的客觀 那麼康德在他看來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太重視那個主觀了 好像客體已經完全沒有了 他說康德是另一偏 認為那個審美判斷是主觀的 而他對康德的質疑其實在這裡 就是剛我們在前面批評休姆的時候 就是說品位有那麼客觀嗎 他在這裡面等於對康德的批評就是說 品位 審美判斷有那麼主觀嗎 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你把他講那麼主觀 在他看來他會覺得 這還是多少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說這個時候的哲學家 那個哲學家就是怎麼樣 於不驚人死不休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把他講得非常的過頭 你講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才會注意你的哲學 對不對 那你至少能達到某種效果 達到某種效果 那如果你講說這個也有主觀 有客觀 你就說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不用你講 沒有人會注意到 當然也許是這樣的原因 當然這個只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他在這裡面 他談到這兩個這個兩個極端 不過你不能否認的就是康德的這個極端 讓我們看到的審美的所具有的另外的一個面向 所具有的另外一個面向 OK 那麼在這個63月這個地方 那麼他進一步的就是他提到 說康德認為這種主體性的美學 事實上是有一個道德的理由在的 有一個道德的理由在的 那就是說審美判斷是一種反思的判斷 這樣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就舉一個 這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他說When 因為我對他說舉的這個例子 我有點不解 所以我就完全給大家看 然後也許你們可以討論一下 他說這個是在那個63頁的中間的這一段 他說When I tell a joke 我說一個笑話 When I tell a joke The pleasure I take in Levin is not simply in the punchline 這個punchline就是那個笑話裡面的那個梗 叫做punchline 他說我說一個笑話 那麼那產生的樂趣呢 並不是只是那個笑話裡面所含的那個梗 就是那個好像有一個笑點 那個笑點一旦一講出來就覺得很好笑 他說並不是在那裡 那麼他說But in the making of it 而是這個笑話本身的一個產生的過程 the making of the joke 就是笑話產生的過程 那麼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所以當你在講那個笑話的時候 人其實是回到那個笑話所產生的過程 而從那裡面得到了這個好笑 他的那個說法是這樣 他說My lefter is rounded out by myself by my self-satisfaction in devising it 他說我的那個笑呢 是什麼時候才這個 rounded 才這個 rounded out 就是才圓滿呢 才完結呢 才徹底的實現呢 這個是藉由我自己 我的那個在設計這個笑話的那個 這個自我的滿足裡面達到的 所以他必須什麼 是一個完整的過程 透過這個完整的過程 我才得到這個笑話的樂趣 這個是他的一個利潤 他的一個利潤 那這個說法我覺得有點疑問 就是說笑話好笑的不是那個梗 是這整個過程嗎 這個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一點 然後第二個是說 他認為在這裡面 這個有一個道 就是產生那個道德的理由 那我不瞭解的就是 這個道德的理由是在哪裡 我看不出這裡有道德的理由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一點 那我自己能夠設想的就是說 他似乎要從這裡面去引導到下面 接著下一章裡面 談到的那個黑格爾的美學 因為在黑格爾那邊 有一個過程的觀念 process 過程的觀念 那這個過程的觀念要講的也就是說 當你在看一個藝術品的時候 其實不是純粹你只是在看這個藝術品 而且還包括這個藝術品的一個創作的過程 就是這個我寫在這裡的這個 the making of it 也包含在那邊 正因為你看這個藝術品的時候 你會回到那個藝術家的創作的過程裡面去 所以你才跟這個藝術家有一個相應之處 那他似乎是要講這個 不過我沒有辦法從康德的這個無思趣性 然後對這個無思趣的一個徹底的主觀性的一個批評 然後導出這樣的一個說法 而且他說在這裡面有這個道德的理由在 這是我其實在讀這一段的時候不解的地方 這個我就把它這個留給你們看看 是不是誰能夠對這個提出什麼這樣的解答 還是你也跟我一樣批評他說你在寫什麼 就是此類的 OK 那麼剛剛我們提到的 就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這個敘述 那麼這個敘述就是藝術過程的被看見 就是這個被看見就是the making of it 剛剛我已經提到過了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投影片 這個第一部分 就像我們有 unions一樣的那樣子 じゃあ我現在是分開的 我為什麼於是懲罰... 就是藝術達或是藝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